公元前23年农历6月初一 按照当时中国朝廷的纪元 这一年应该是新莽王朝的始建国帝皇上午元年 不过考虑到我们故事主人公的政治立场 我们就不使用这个冗长的官方纪念了 而是直接使用我们大家都十分熟悉的公元纪念 或者叫做西元纪念 这公元前23年的农历6月初一 之所以有资格被载入中国史册 那是因为在这一天 一场决定了王朝兴衰的大战 落下了帷幕 一位天命所归的帝王 崭露头角开始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他就是我们这一段故事的主角 中兴了大汉王朝 为刘家天下又续命195年的汉氏祖光武皇帝刘秀 刘秀是西汉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 是汉景帝第六子长沙王刘发的后代 这和后来蜀汉开国之军和昭烈帝刘备不同 刘秀的家事在史册中是有着清晰明确的记载的 模仿三国演义里面的说法就是 孝敬皇帝生十四子 第六子乃长沙帝王刘发 发生冲林豪流买 买生御林太守流外 外生巨鹿都尉流回 回生南顿令刘亲 刘秀乃刘亲之子也 刘秀的父亲刘亲在刘秀九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所以刘秀是由他的叔叔抚养长大 长大成员之后的刘秀勤于农士专心操之家业 而他的大哥刘衍则是恰恰相反 不仅不喜欢耕种 而且还喜好游侠 在家中豢养门客 所以刘衍就经常嘲笑刘秀 说他像是汉高祖那个只知道在家冲地 丝毫不关心天下大师的二哥刘喜 言外之意 刘衍那就是自比自己是汉高祖 这您倒不用惊讶 这刘衍如今自比汉高祖还真算不上什么谋逆之心 因为就在刘秀十四岁那年 西汉外戚 汉元帝的那只王莽 篡夺了汉家的天下 王莽称帝之后改国号为新 不过新作为一个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形容词 放在专有名词里 确实容易引发奇异 就连病毒的变种编号也要避开它们 所以为了避免人们误会 新朝是在说一个新建立的王朝 所以我们通常会称呼王莽的这个新朝为新莽王朝 因为这个朝代自始至终只有王莽这么一位皇帝 王莽登基之后 打着复古的旗号进行了一系列失败的经济改革 惹得天下是民怨沸腾 犹如鼎沸 新朝建立的第八年 公元十七年 京楚一带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饥荒 荆州地区的鸡民为求活命 不得不揭竿展目 孝聚山林 因为这支农民武装最初主要活跃在今天湖北京山 当时被称为陆林山 所以这支农民军就被称为是陆林军 后来中文中把脱离于政府体制之外的社会 尤其是黑社会性质的社会 称为是陆林 正是起源于此 后来因为陆林山发生瘟疫 所以陆林军只好离开陆林山 分兵转战 却正是因此扩大了声势和影响 成为当时反抗新莽王朝的一支重要力量 其他各地的民间武装也是纷纷加入其中 这其中就包括了刘衍刘秀兄弟领导的冲林冰 我们前面提到过 刘秀的高祖父是汉景帝的孙子 冲林结侯刘满 封帝就在冲林 也就是今天的湖北早阳 所以刘家子弟在冲林 自然就形成了一个枝繁叶茂的庞大宗族 如今刘家的天下遭人篡夺 身为高皇帝子孙 当然不能熟视无睹 袖手旁观 而刘秀的大哥刘衍 平日里好游侠养门客的这种高地遗风 也使得他在当地的宗室子弟中颇有声望 自然就成了这支武装的领袖 除了刘衍刘秀兄弟的冲林兵 还有另外一支临近的反抗力量 平林兵也加入到了 陆林军的反抗王猛的好大队伍之中 在这支平林兵中有一位成员刘璇 刘璇和刘秀兄弟论起来还是亲戚 算是他们的族兄 刘璇的曾祖父是刘买的嫡长子 冲林大侯刘兄渠 所以要是这么算的话 按照中国传统的嫡数长幼的观念 刘璇这一招的宗法地位 确实要比刘秀兄弟更高一些 更重要的是刘璇只是因为避难 才凑巧加入平林兵的 在军中只是担任幕僚 并不掌握实权 更没有什么自己的嫡系兵马 所以在陆林军会合了各部武装发展壮大之后 刘璇就成为了一个各方各派 相互牵制妥协之下 大家都算是能够接受的领袖人选 公元22年3月11号 也就是农历的2月新寺 陆林军各部在御水 也就是今天的白河河畔聚会 共同拥戴刘璇为皇帝 建员庚使大赦天下 光复汉朝 这就是两汉交替之际 昙花一现的庚使政权 庚使帝登基之后 对各部各派的大佬们 那也都是加官进爵 后驾封赏 陆林军的法起人王匡王凤 被封为是国上公 新士兵的重要将领 朱伟担任大司马 平邻兵的首领陈牧 出任大司空 而刘秀的打阁刘衍 作为冲邻兵的首领 也被任命是打司徒 封汉信侯 庚使政权建立之后 立刻兵分两路 汉军主力以刘衍为主将 庚使帝亲为后援 围攻中原重镇晚城 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南阳 同时 成国上公王凤率领一支偏师 北上去夺取昆阳 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夜县 以为主力侧影 而刘秀当时正隶属于王凤回家 王莽听说庚使政权建立的消息之后 立刻以他的堂弟王毅为主将 大司徒王巡为副将 征召各郡县兵马43万 在洛阳集合 号称百万 南下救援晚城 企图一战就灭亡庚使政权 在王毅军中还有一位身高两米三的巨人 巨无霸 据说他这个人能徒手拉动三匹马 而且他还会驯兽 能够驱赶虎豹犀牛大象等等 今天中文中巨无霸这个词 就是从这来的 这支新莽军队从洛阳出发南下救援晚城 昆阳就首当其冲 正是这条进军路线上的第一座汉军城池 当时有部将就建议王毅 说昆阳城小 无足轻重 而且城外地形复杂 不适合打军展开 因此应该绕城而过 直取晚城 晚城之为弱解 昆阳自然是望风而降 但是王毅为人谨慎 他心里对于汉军之前 连克挤录新军地方部队的战绩 仍然心有余悸 所以担心 如果大军和汉军对峙于晚城城下 一时不能得胜 昆阳汉军南下救援 截断新军退路 那么这时候新军父辈受敌 恐怕就会有兵败的危险了 再加上昆阳虽然城小 但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是连接洛阳到晚城的水路交通枢纽 所以王毅还是决定 稳扎稳打 先克昆阳 再就完成 为了鼓舞士气 王毅对部下将士扬言 说百万之师所过当灭 今吐此城 叠雪而尽 前歌后舞 故不快耶 不过王毅虽然口中号称是百万之师 但其实当时已经集合完毕 跟随着王毅抵达昆明城下的新军 只有十万人 但这足以形成压倒性的绝对优势 因为当时守在昆阳城中的汉军不到九千 还不足敌人的十分之一 因此守在昆阳城中的汉军将领纷纷主张 避开王毅大军 放弃昆阳南下去和主力会合 就连汉军主将王凤也是这种观点 一时之间失败的气氛笼罩在汉军全军上下 气氛异常的压抑 正是在这时候 只不过是个偏将军的刘秀 挺身而出 提出了和兵尚能取胜 分散势难保全的观点 刘秀对众人说 如今城内缺兵少量 而城外敌军声势浩大 正因如此 才必须要合力守城 只有这样才有一线生计 如果分散撤退 那势必会被敌人个个击破 而且现在汉军主力还没有拿下晚城 全靠昆阳在这里牵制抵抗各路敌军 如果放弃昆阳 王猛的大军乘势难下 只需要一天的功夫 从昆阳到晚城 这各路汉军全都得完蛋 如今正是需要大家同心同德 共举大业的关键时刻 怎么能心里只想着守住自己家里的老婆孩子 金银戏软呢 刘秀一番言辞 慷慨激昂 打动人心 对时局也是动若观火 一直轻视刘秀 拿他当个书呆子的各位将军 也都对刘秀刮目相看 于是表示愿意听听他的见解 最后在刘秀的建议之下 驻守昆阳的汉军决定 主将王凤率领城中这八九千汉军 坚守城池 刘秀则是带着十三名部下赶在新军合威之前 趁夜出城 去周围搜罗布众 寻找援军 刘秀出城之后 到了周围几座之前 已经被汉军夺占的城池 希望驻守当地的汉军 能和自己一起去救援昆阳 可是这些地方的汉军将领们 心里想着的 都是之前打胜仗以后得的战利品 都想留些兵马 把守城池 守护家财 看着他们这一副蜀目寸光的样子 刘秀就说 现在强敌压境 如果我们能够战胜敌人 不仅能够立下不适之功 而且还能获得比你们现在手里的这点战利品 多上一万倍的珍宝 可是如果我们被敌人打败 那到时候连自己的脑袋都搬家了 有再多的财物又能有什么用呢 汉军将士们听了之后 认真想想 确实是这么个道理 于是他们也都破釜沉舟 倾尽全力 出动全部军队 跟随刘秀去救援昆阳 就这样 刘秀在周围各城聚集了 步骑兵一万七千人 回援昆阳 公元22年农历六月初一 刘秀带着援军回师昆阳 在距离包围昆阳的新军大营 四五里的地方 安营列阵 刘秀亲自率领三千金瑞 作为先锋 直取新军主将大营 一场在中国历史上震朔古今的 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 就此打响 新军主帅王毅并不知道刘秀出城求援的事情 听说包围圈外又有打着汉军旗号的兵马 冲击打赢 他这过于谨小慎微的毛病就又犯了 王毅就开始在心里琢磨 这支汉军哪来的呀 是又有新的汉朝一老一少揭竿而起了 还是更使政权拿下晚城分兵来救昆阳了 琢磨半天也没想明白 干脆王毅下令 自己和王巡率领中军一万人 迎击前来攻营的汉军 至于新军其他各部 各自坚守迎战 继续围困昆阳 不得善力之手 这下就完了 王毅和王巡率领一万新军中军 迎战刘秀这三千精锐先锋 力战不敌 而其他各部新军受了王毅的将令 各自坚守 谁也不敢派兵出来救援 而恰在此时 空中突然天雷大作 是狂风骤起 暴雨如注 屋顶上的瓦片到处乱飞 河水中的水流迅速猛涨 新军阵型因此大乱 刘秀趁机猛攻 最终王巡战死 新军全线崩溃 光是为了逃命 掉进颖川淹死的新军将士 就多大上万人 就连王毅自己 也是在亲信护卫的拼力保护之下 这才得以带着几千幸存的骑兵 踏着淹死的几方士兵的尸体 渡过颖川 摆脱了汉军的追击 这就是足可以称的像是 东汉王朝立国之战的昆阳之战 正是因为在昆阳之战中的力挽狂澜 刘秀一改平日里留给别人胆小懦弱的殊胜形象 成为了汉军军中受将领敬佩 受士兵爱戴的智勇双全的杰出统帅 这也为他之后三年称皇帝十年统天下的传奇 奠定了最初也是最关键的基础 这段昆阳之战的故事 我是按照资质通鉴上的记载给您讲的 所以估计有不少朋友听了之后 会觉得缺了点什么 确实如此 在记录了东汉历史的各部史学名著之中 资质通鉴对于昆阳之战的记载 是最为平淡无奇的 据说按照后汉书 后汉记 还有东关汉记上面的记载 在昆阳之战中还曾经发生过一件 直到今天仍然被大家津津乐道的大事 那就是天上曾经掉过陨石 砸了王毅和王寻的打赢 这也使得刘秀瞬间就成为 中国历史上所有真实存在的皇帝中 人生最为传奇的以外 但是打仗的时候 天上掉陨石把敌人给砸了 这种事实在是太太太小概率了 虽然说按照科学家的估算 我们的地球每天能够捕获上万颗的流星 但是其中的绝大部分 甚至可以说是几乎全部都会在穿越地球大气层的过程中 完全气化 最终真正能够作为陨石落到地球表面的 少之又少 据统计截至到2011年 全世界大概只有4万颗陨石标本 您可能会觉得这4万颗 这已经是挺大的一个数目了 但是我必须要告诉您 这4万颗陨石 那是地球形成之后 这45亿年以来 所有坠落在地球上 然后被人类发现的陨石的总和 这其中真正的坠落陨石 就是有人目击到陨石坠落 然后在坠落地点附近找到的 这样的陨石大概只有一千颗 关于人被陨石砸中的这个概率 还真有学者认真研究过 20世纪80年代 英国政府相关机构为了向公众说明 核电站的安全性 曾经计算过很多种灾难发生的概率 然后用来和核电站事故发生的概率进行比较 这其中就包括被陨石砸死的概率 根据计算 一个英国人被天上掉下来的陨石砸死 这种事需要7000年才能遇到异会 相比之下 加拿大的天体物理研究院的研究 就显得更加国际主义一些 加拿大的研究人员在加入了许多额外的假设条件之后 计算得出 如果全世界的人口比较平均的分布在整个地球陆地表面的话 那么大概每9年可能会有一个人被天上掉下来的陨石击中 而这其中还包括了那些陨石非常非常小 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太大伤害的情况 所以说这天上掉下来大量的陨石砸退了一只十万人的大军 这事怎么琢磨都有点不太靠谱 当然也有可能是天上掉下来的一块巨大的陨石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且不说当时大军围城两军对阵 大型陨石坠落不可能只伤新军不伤汉军 如果真的有大陨石坠落 那即便是2000年过去了 今天也应该仍然能够在昆阳附近找到陨石坑的遗存遗迹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 有这方面的考古学或者地质学生的发现 那么这昆阳大战天上掉陨石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关于这段故事 在后汉书的《光武地记》里面是这样记载的 夜有流星坠营中 骤有云如坏山 当云而陨 不积地齿而散 历世皆艳福 至于后汉记和东关汉记中 对于所谓吊陨石这件事 记载也都和后汉书基本一样 这其中的关键就是流星坠营中 结合后汉书中的其他章节 以及对照二十四史中的其他典籍 把流星坠营中解释成 有陨石掉落在军营里 这种解释极有可能 其实就是个误会 首先这里的坠 想要表达的应该只是流星的行动方向 是朝着地平线方向下落的 而不是说真的掉到地面上了 因为对于昆阳之战有流星坠营中这件事 在后汉书的天文志里同样有所提及 天文志中的原文是 盲有腹败之变剑也 骤有云气如坏山 坠军上军人皆艳 所谓迎头之星也 战约迎头之所坠 旗下父君 血流三千里 事实光武将兵数千 赴救昆阳 杀司徒王寻 王毅还长安 迎头之变 父君流血之应 意思说的是 这王莽的覆灭败王 早就有天象预兆了 白天有像崩塌的山峰一样的云团 出现在新军的头上 军中官兵都感到非常厌恶 因为这一团云气 就是通常所说的迎头星 中国古人认为 人世间的一切都对应着天象征兆 所谓天锤像剑极凶圣人像之 这个迎头星就是中国古代天象学中的一个概念 说的是战争中军营上方的星象 是大凶之兆 意味着迎头星下方所对应的军队将会战败 伤亡惨重 所以新军官兵才会对他的出现感到厌恶 其实和昆阳之战中迎头星类似的描述 也在二十四史中的其他史记中有所出现 比如新唐书里就有 孙儒攻阳行密于宣州 有黑云如山 见相坠于如营上 壮如破乌 站于迎头星也 这阳行密不过是唐末诸禄军阀之中的一位罢了 总不能也是为有着主角光环的位面之子吧 而且和我们今天并不会把流星陨石混用一样 在中国古籍中 流星指的就是天空中划过的流星而已 而对于那些没有在穿越地球大气层的过程中 完全气化而坠落到地面上的天体 中国古人称呼他们为石或者叫火流 而陨石坠落的这个现象 则被称为陨石 比如明史中就记录过几次真正陨石砸到地面上的情形 成华六年六月人参 信阳雷声如笑 陨石一碎为三 外黑内青 嘉靖十二年五月丁末 旗线有声如鼓 火流坠地为石 崇祯十九年九月丁末 太康陨石 诸如此类 所以说昆阳之战中的有流星坠营中 并不是真的天降陨石帮着刘秀打败敌军 而是在战前出现了不利于王莽一方的天象 动摇了新军的士气而已 昆阳之战的胜利依靠的还是流秀个人的领袖才能和军事才干 以及昆阳城显要的地形地势 还有就是王毅的种种失误 比如他没有针对昆阳的地形调整排兵布阵 没有接受王凤的投降 没有调集足够的优势兵力去阻挡流秀的援军等等 如果还要再加上一点的话 那就是当地南央豪族们对于刘秀兄弟的信任和忠诚 这些才是汉军能够在昆阳之战中 以少胜多的真正奥秘 昆阳之战可以说是重创了新蒙王朝的军事主力 汉军获得了新军一切的大量自重 据说刘秀指挥部下搬运了好几个月都没有搬完 最后只好把实在搬不完的那些放火烧毁了 至于王猛那四十三万大军不是殒命沙场 就是做鸟兽散 王毅只带着几千残兵逃回洛阳 消息传到王猛的都城长安 也就是今天的陕西西安 朝野震动 而海内四方豪杰也都大受鼓舞 纷纷起兵斩杀新蒙王朝任命的各级官吏 竖起汉家旗帜 改用更史年号 四个月之后 汉军公入长安 王猛带着禁卫退守皇宫 在混战中被陆林军中的一个商人杜吾所杀 新蒙王朝十四年的短暂历史也就到此终结 汉官武帝建武十二年 农历十一月十九 也就是公元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号 在前一天与汉军的激战中身负重伤的成家政权的君主 白帝公孙树最终还是重伤不治 而后他的脱孤重臣 严曾向汉军开诚投降 至此 光武皇帝终于攻灭了华夏大帝之上的最后一位萧雄 九州大帝 富归一统 此时距离汉官武帝 摆脱耕史地的控制乃北殉纪 仅仅过了十四年而已 不过距离他称帝 却已经过了十二年了 那么汉官武帝刘秀 是如何从一个备受排挤猜忌的 耕史政权的空头大司马 只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 就已经实力强大到足以面南称姑 进而扫平群雄 成为了统御九州的中兴圣主的呢 这个还得请您如我慢慢道来 当初刘秀在昆杨之战中立下了不适之功 而他的兄长刘衍也是汉军夺取中原重镇晚城的守宫之臣 面对刘衍刘秀兄弟威名日盛 耕史地刘璇以及耕史政权中其他各派系的大佬们 自然已就都有了猜疑嫉妒之心 于是耕史地就找了个借口 说刘衍抗命 把他和他部下打劲 同样是冲灵侯一系 刘姓宗氏出身的刘继 一同处死 刘秀得知消息之后 立刻就意识到了局面的危机程度 他赶紧赶到了耕史地当时的驻地晚城 当面向耕史地谢罪 而且他对于自己在昆杨之战中的战功只字不提 对于兄长的葬礼也是一切从简 对于刘衍充灵兵出身的旧不亲信 刘秀也是尽量避而不见 就算是见面也是只谈公事 没有半句思言 刘秀这一番操作给足了耕史地面子 可以说是滴水不漏 即便是耕史地也找不出整治刘秀的借口 再加上耕史地的堂哥刘次一直从旁劝说 说希望耕史地能够加恩刘秀 以维护宗室内部的团结 毕竟刘衍刘秀兄弟和耕史地 同样出自于冲灵猴仪戏 大家都是南洋刘士 血浓于水吗 最后耕史地只好给了刘秀一个 破鲁大将军行大司马的偷袖 派他远赴河北镇卫州军 而在这个时候 在黄河以北 另一位两汉之际的著名群雄之一 王狼正在烟照大地之上 冉冉升起 这王狼据说本名叫做王昌 他本人原本就是邯郸街头 一个摆他算命的 新朝末年 陆林赤梅相继 皆干而起 天下大乱 这王狼就想趁机干一番大事 于是他就开始散布谣言 说自己其实并不姓王 而是姓刘 叫刘子瑜 是王莽表哥 汉成帝的儿子 王狼就跟众人说 说自己的母亲原本是汉宫中的宫女 后来受到汉成帝的临幸 怀了身孕 而当时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 独宠后宫 不能容忍别人但与皇子 所以宫中凡是怀孕的嫔妃和宫女 都被赵飞燕处理了 这就是所谓的燕酌皇孙 不过幸亏当时有贵人相助 用别的孩子顶替了刚刚出生的王狼 这才让他逃过一劫 之后王狼就隐姓埋名 藏匿人间 可如今自家天下被外戚表书篡夺 身为秀成皇帝皇子 王狼也就是刘子瑜 当然不能坐视不理 王狼的这一番说辞 还真就骗过了当地傅昌郡的一位豪族刘林 这刘林原本其实也是汉室宗亲 傅昌郡原来叫做平干国 最后一任平干王 就是刘林的父亲刘元 后来是在汉成帝的时候 皇帝身边的一位中书业者被杀 案子牵连到了刘元 所以平干国被废除 刘林一家也被贬为平民 最初刘秀刚到河北的时候 还曾经在邯郸和刘林会晤 当时除了建立了庚史政权的陆林军之外 在新莽王朝末期 还有另外一支非常重要的农民军 赤梅军 庚史政权建立之后 赤梅军原本也是归顺了庚史政权 但是之后因为受到陆林军各部的排挤 因此赤梅军奋而出走 自立政权 他们拥戴当年在所谓的诸吕之乱中 立下了打工的汉高祖的孙子 阳城景王刘章的后代刘喷子为皇帝 当时有传言说赤梅军打算攻略河北 这让河北的地方豪强们都很是担心 所以刘林就建议刘秀说要绝开黄河水淹赤梅军 但是绝开黄河这件事实在是祸害两岸百姓的大罪孽 刘秀一代人主当然不忍心这样做 根据史料上的记载 直到一千六百多年之后才开始有人敢这么敢 或许真的是因为担心赤梅军进入河北 也可能只是觉得刘秀不好控制 总之是担心自身利益受损 在刘秀离开邯郸之后 刘林突然率领数百车骑占据了邯郸城 拥戴王郎在邯郸的赵王宫宣布祭天子位 建立政权 这就是历史上的赵汉政权 然后王郎任命刘林为丞相 派人传袭北方各郡国 华北大半郡国都归顺了王郎 然后王郎下令悬赏十万户侯 征求刘秀的首级 一时之间烟照打地风云突变 刘秀陷入到了他人生中 仅次于昆杨之战的大危机之中 当初上古太守耿旷 听说耿史政权攻破长安的消息之后 就派他的儿子耿衍前往长安去参拜耿史地 走到半路上 听说耿史政权的大司马刘秀正在河北 耿衍就准备去投奔刘秀 这时候王郎起兵的消息传来 部下随从纷纷劝说耿衍 投奔王郎 但是耿衍却力排众议 不顾众人的反对 只身前去拜见刘秀 当时刘秀正在卢努 也就是今天的河北定州 耿衍就建议刘秀继续北上 集合兵马反攻邯郸 耿衍对刘秀说 说北方上古太守是我父亲 于阳太守彭宠是您的同乡 如果您能够北上调动这两郡骑兵南下 王郎在邯郸的那点人马根本不足为虑 于是刘秀就采纳了耿衍的建议 跟他一起北上 到达了昔日燕国的故都纪城 也就是今天的北京 在西汉这里先后是燕国和广阳国的国都所在 刘秀还是低估了王郎成帝皇子的号召力 当时这纪城之中最重要的地头蛇 西汉末代广阳王的儿子刘杰 他也暗中倒向了王郎 想要抓捕刘秀献给王郎 刘秀等人得知消息只得匆忙突围 一路杀出纪城 这才摆脱了刘杰的追击 但是在这突围的过程中 刘秀和耿衍走散了 失去耿衍之后 刘秀不敢在贸然北上前往上古 于是他带着剩下的随从掉头向南 打算返回长安 当时正知寒冬 刘秀一行人缺一小时苦不堪言 而他们还担心被王郎的部下发现 所以遇到城市也不敢进入 反而要绕道而行 这一行人一直走到今天河北 衡水的饶阳附近 路过一处驿站 刘秀等人实在是饥渴男人 于是就假冒是来自邯郸的使者 进入驿站 想骗顿吃了 最初驿站的差役信以为真 热情的款待了这些上差 可是刘秀手下这些人 见到饭菜之后狼吞虎咽的样子 实在是让人不忍直视 因此驿站的差役们 就开始怀疑这一行人的身份 为了炸一炸刘秀他们 一拆谎称 有邯郸来的将军到了 刘秀的随从们一听 全都吓坏了 立马就准备逃跑 多亏刘秀镇定自若 摆出一副亲屎的派头 对差役说 那就请那位将军来见上一面吧 这才遮掩过去 然后刘秀他们又继续 假装淡定的在驿站里休息了一会儿 这才赶紧冒雪赶路 离开了饶阳驿站 等到刘秀一行来到距离信都 也就是今天河北恒水 只有八十华里的地方 他们遇到了一位白衣老者 从老人口中得知 这信都还是效命于更史政权的 于是刘秀等人赶紧赶到了信都 进城之后 他们不仅受到了信都太守 仁光的热情款待 而且同样不愿意归附亡郎的 和荣郡太守披荣 得知刘秀已经到了信都 也是赶来拜见 仁光和披荣就劝说刘秀 不要回长安 而是留在信都招兵买马 就地组织军队平定亡郎 见到有本地实力派的真心支持 刘秀也决定留在河北 然后仁光就以刘秀的名义 传惜河北各地讨伐王郎 不愿归附亡郎的 巨陆军豪强刘直和耿纯 接到西温之后 立刻带兵前来归附刘秀 然后耿纯就给刘秀 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 可以说这正是扭转了 刘秀在河北局面的关键 耿纯就说 说他有一个远房堂旧 虽然归顺了王郎 但是并不是那么死心塌地 如果刘秀能够争取到他的支持 大势定义 刘秀听了耿纯这位唐秀的名字 那也是大喜国王 立刻派刘直前去游说 耿纯的这唐秀是谁呢 他就是当时除了刘林之外 王郎最重要的支持者 西汉的末代真定王刘扬 刘扬是汉景帝第十四子 长山县王刘顺的后代 论辈份算是刘秀的同族职责 虽说往往篡汉之后 刘扬的王爵被降成了公爵 后来还给废了 但那他也是真定最大的土皇上 呼风唤雨威望极高 所以河北一乱 刘扬迅速就招募起了一支十万人的大军 成为了当时河北最大的实力派 刘执到了真定 一番油水 说动了刘扬 刘扬投降了刘秀 打开城门迎接刘秀 进入真定 刘秀为了巩固和刘扬的同盟 决定迎娶刘扬的外甥女郭盛通 刘扬把外甥女嫁给刘秀 这显然是一种投资 只可惜这种投资其实是注定要失败的 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刘扬的身份 当时天下大乱群凶并起 这其中确实有不少像是公孙树伟霄这样 赌信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豪将 但是总体而言 反新富汉还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旗帜 要不然王郎也就没有必要假冒汉成帝的皇子了 本意就声势浩大的陆林军赤梅军 也用不着一定要拥戴刘玄刘扬子来出来当皇帝了 而刘扬他自己就是正根的西汉郡王 当时除了被人营救出来 从新立为天子的西汉末代的那位儒子英之外 天下群雄 就属刘扬和西汉皇室血缘最近 地位最尊贵了 至于说割居豫州的梁王刘勇 他虽然是个国王 但他是汉文帝之子梁孝王刘武的后代 和皇室的血缘比刘扬就要远了一层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刘扬获着自己站出来逐鹿天下 成则面难成孤 摆则伸手衣处 如果没有这个雄心和勇气 那就应该躲在真定城中自保 及时归顺真命天子 藏头缩尾 熬过这一生 以刘扬的这个身份出身 是万万不该投资未来皇上的 因为很显然 如果刘秀不是真命天子 那刘扬这无疑是在给自己招灾惹祸 可如果刘秀真的是真命天子 那他得天下之后 怎么可能容忍一个世袭真定 拥兵十万 同时身兼了宗室外戚功臣三重身份的舅舅 存在在这朝堂之上 所以说其实日后刘扬和郭胜通的悲剧 其实都是源自于此 不过从表面上来看 郭胜通的悲剧在于 他嫁给刘秀的时候 刘秀已经有老婆了 那就是因为刘秀的那句 誓唤当作执金物 取妻当得殷利华 而留名后世的殷利华 当初为了麻痹耕使弟 在兄长刘衍被耕使弟处死 仅仅一个月之后 刘秀就在桑期取亲 迎娶了殷利华 后来刘秀远赴河北 或是出于安全上的考虑 或者是为了留个人质 让耕使弟放心 总之他并没有带上殷利华 这倒是为了他再去郭胜通 提供了不小的方便 有了刘扬这十万兵马的支持 刘秀实力大增 开始分兵出击 平定冀州各地 刘秀自己亲率一军进驻广额 也就是今天的河北龙咬 刘秀的兵马刚刚进城之后 突然有人来抱 说是城外有大队骑兵抵达 刘秀的部下们都以为是王狼派军队来交战 都十分紧张 刘秀亲自登上城楼观看 只见城下军阵之中 一人纵马而出 刘秀一看大喜国王 原来这个人正是之前在冀城和刘秀走散了的耿衍 耿衍在冀城和刘秀失散之后就回了上谷 然后他说服了他父亲耿旷 还有渔阳台首彭冲 两军各出骑兵两千步兵一千兵和一处 前去支援刘秀 在刘阳 耿衍 还有耿淳 刘植 仁光 汴戎等等 地方官吏豪强的共同支持之下 刘秀迅速平定了幽州和冀州北部的大片地区 恰在此时 耿史帝又另排尚书谢公率军前来剿灭亡了 对于这位谢公的早期经历 史书中并没有记载 但是根据史籍中的相关信息 谢公是荆州南洋人 不过应该并不属于组成了庚史政权的 新式下江平林冲林出军之中的任何一支 结合庚史帝刘璇的出身和屡历推断 这谢公或许正是刘璇称帝之后 刻意培养的心腹嫡系 由此也可以看出庚史帝对于河北的重视 以及对刘秀的忌惮 这时候的刘秀还是庚史政权的打司马 所以谢公所部进入河北之后 就和刘秀兵和一处 共同围攻作为邯郸北大门的巨鹿 也就是今天的河北形态 然而刘秀和谢公的联军 围攻巨鹿一个多月 不能取胜 这期间还反而一度被王郎趁机偷协了信度 于是耿纯就向刘秀觐见 他说如今我们长期围困巨鹿 却不能攻克 时间长了 士兵们就会感到疲惫 倒不如趁着如今 大军刚刚会师不久 士气旺盛的机会 绕过巨鹿直取邯郸 如果能够攻破邯郸诛杀王郎 那么到时候巨鹿自然不战而行 刘秀采纳了耿纯的建议 留下一只偏师继续围攻巨鹿 牵制巨鹿城中的王郎步众 而刘秀自己亲率麾下主力 绕过巨鹿直取邯郸 刘秀和谢公会师之后 刘秀对这位更是皇帝的甲前红人 也是用心笼络 虽然两人是分别扎营 但是刘秀经常亲自拜访谢公 无论是当面还是背后 都是多次称赞谢公勤于政务 是重将官的楷模 因此两人关系很是融洽 所以得到刘秀率军 前往邯郸的通报之后 谢公也是率领部下 前往邯郸驻站合力围攻 之后王郎部下发动叛乱 打开城门投降了刘秀 王郎想要趁夜突围逃走 却被汉军追兵捕获 当场战胜 进入邯郸城后 刘秀的部下缴获了上千份 刘秀下属官吏百姓 写给王郎的表忠奏章 这其中还有不少攻击诽谤刘秀的内容 刘秀听说这件事之后 立刻召集麾下全部的将领官员 把这些奏章集中起来 复制一句 以此来按那些曾经有所密谋的人心安 后来魏武帝曹操官渡之战胜利之后的 当少之相 故意不能自保 况他认护 其实只不过是汉士族光武皇帝的翻版而已 王郎政权覆灭之后 作为王郎政权支柱的邯郸世家豪祥 也因此遭受重创 而邯郸城这座赵国的百年古都 也是经此一役 一蹶不振 虽然东汉的赵国仍然以邯郸作为国都 但是实际上 邯郸的地位在东汉时代 就已经逐渐被南边的叶城 也就是今天的河北临张取而代之后 所以等到东汉末年群凶并起的那个时代 无论是袁绍 还是后来战胜袁绍的曹操 都是以业城而不是邯郸作为自己的王业之机 至于西汉时代 邯郸在整个黄河以北和硕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的地位 后来更是随着北方民族的兴起 逐渐转移到了更加北方的继承 也就是今天的北京 在此之后 邯郸古城城郭尤在 却再无前来学不知 得知了刘秀可以算得上是 颇为顺利的平定了王郎之后 庚史帝多少感到有些意外 为了防止刘秀利用他平定王郎过程中 招募了军队自立门户 庚史帝立刻下仗 加封刘秀为萧王 要他解散自行招募的兵勇 率领部下有功将领 来长安建架 接受封赏 同时庚史帝还任命了新的幽州牧 以及上古渝阳两军的太守 然而此时的庚史朝廷 早就是一片乌烟瘴气了 庚史帝灭亡新版王朝之后 迁都长安 为了笼络人心 违背了当初汉高祖白马之盟的誓言 开始打肆分封异姓王 庚史政权之中的各派大佬 纷纷带向了王冠 与此同时 庚史帝把朝政全都交给了他的岳父赵盟 自己终于躲在深宫这种饮酒享乐 甚至有的时候 庚史帝因为酗酒大醉 没法上朝 他就干脆派个侍从 假装自己去垂帘听证 至于庚史帝的岳父赵盟 那更是卖官于诀 肆意妄为 有庚史帝身边的狼官 把赵盟善权的事情 起奏庚史帝 竟然被庚史帝当场亲手斩善 从此之后 再也没人敢在庚史帝面前 说他老丈人的坏话 而庚史政权也从此是一发不可收拾 所以在刘秀接到了庚史帝 让他还朝了赵命之后 在耿眼等亲信的劝说之下 刘秀就以河北大局尚未抵定为由 拒绝了庚史帝的赵令 继续留在河北 发展自己的势力 果然如同刘秀 耿眼等人所预料的那样 就在刘秀平定王郎的第二年 公元25年 有人救出了一支被王莽和庚史帝 软禁的西汉末代君主 儒子英 立为天子 而背弃了庚史政权的赤梅君 也是拥戴西汉末代 侍侯流盟的儿子刘盆子为皇帝 转而攻杀庚史帝 眼见庚史政权 这时候已经分崩离弃 通过平定铜马 大枪等农民军 实力日渐增长的刘秀 也在公元25年农历6月22 在号称 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百姓 登基继位 剑元剑武 为大汉王朝续命200年的一代 忠兴英主 汉士族光武皇帝 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之后在一众文臣武将的辅佐之线 汉光武帝千多洛阳 攻灭了击杀了庚史帝的赤梅君 然后先后平定了 割据狼牙的张布 盘踞拢药的伪修 以及依附于匈奴的卢方 最终在建武12年 灭亡了公孙树 在四川建立的成家政权 再一次恢复了大汉天下的江山一统 成为了汉朝历史上 功绩足以与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 笔尖的中兴之主 后来清代的学者袁梅就曾经写诗称赞光武皇帝 人到萧王训高祖 我到萧王叫鹦鹉 武枪铜马万千群 不比鸿沟挡一处 山东兵乱博生亡 枕上凄凉泪树航 未必中兴输草创 生来天性胜高皇 汉光武帝建武十七年 公元四十一年 农历十月新寺 汉光武帝以怀世怨怼 数为教令 不能抚循他子 殉长议事的理由 下诏废除了他当时的皇后 郭盛通 改立他的原配妻子 贵人殷丽华为皇后 在中国历史上 皇后或是因为朝政斗争 或是由于感情变故 被皇帝废除 这种例子翻阅史书 比比皆是 当然被废的皇后 以及他的娘家 还有他所生的皇子 往往也都是下场凄惨 可是汉光武帝的这次废后 却是与众不同 因为光武帝在下诏 改立皇后的同时 还下之给群臣 说是异常之事 非国修复 不得上寿称切 意思就是说 改立皇后这件事 并不是国家之福 所以不允许群臣上遭祝贺 而且光武帝在废除了 郭盛通皇后之位的同时 仍然保留了郭盛通 所生的皇长子 刘强的太子之位 而且还把郭盛通 所生的其他四个儿子 同时从公爵提升为王爵 其中郭盛通的次子 被封为中山王 所以郭盛通 虽然失去了皇后的尊位 但却获封为中山王太后 仍然是东汉皇室之中 地位尊崇的长辈 而且还免去了和新皇后 同在光武帝后宫中 排序尊卑的尴尬 包括郭盛通的弟弟 也被转封 扩大了封地 后来郭盛通的长子 刘强是一再立此太子之位 这样光武帝 才在两年之后 改封刘强为东海王 立因丽华所生的长子 原来的东海王刘庄为皇太子 这就是后来的汉明帝 刘强虽然失去了东宫正位 但是光武帝认为 刘强并不是因为过错而被废 去就有礼 所以特别允许他在封地 使用皇帝的仪仗 而且东汉的藩王 领帝最大不过一个郡 可是刘强被封为东海王之后 除了原本的东海郡之外 汉光武帝还把临近的鲁郡 也分分给他 因此刘强的东海国 地下两郡二十九县 堪称是东汉的第一大藩国 由此看来 光武帝对于郭盛通 和他所生的这几个儿子 还是很有感情的 那既然如此 光武帝又为什么一定要废除 郭盛通的皇后之位呢 这当然不是因为什么 世幻当作执金屋 娶妻当得殷利华的爱情中贞 而是由于郭盛通和殷利华背后 所代表的东汉开国元勋之中的 两大派系 在光武帝从无知无权的 一届闲散宗室 成为了忠心大汉王朝的 士祖光武皇帝的这个过程之中 有两拨人对他的帮助最大 首先就是光武帝的南洋老乡 这些人和光武帝相识于威莫 共力艰辛 绝对是光武帝嫡系中的嫡系 铁杆中的铁杆 比如殷利华的大哥 执金屋 原路侯殷实 除此之外 在光武帝脱离更史政权的过程中 出钱出力 帮助光武帝剿灭亡狼 抚平河北 为光武帝的靶叶鞠躬尽 推波助澜的 是河北当地的世家豪强 比如郭盛通的远房表哥 东郡太守 东光侯耿纯 无论是当初 郭盛通在他的亲舅舅 刚刚因为谋逆罪 被处死几个月之后 就获封为皇后 还是如今在陪伴丈夫17年 但遇五位皇子之后 最终被统一天下的丈夫 废去后卫 郭盛通这一生的起起落落 包括他的竞争对手 殷利华的人生起伏 这都不过是光武皇帝 平衡朝中派系 维护政权稳定的策略与手腕 不过生活在这个帝王之间 还是值得庆幸的 因为光武帝在中国历史上的 历代开国之君之中 绝对算得上是仁慈之主了 不管是在役后之后 善待郭盛通 以及他的儿子和娘家 还是说在夺取天下之后 善待手下功臣 光武帝从来都是依靠着 安抚和赎买 而不是兴起大狱 来解决皇帝皇子 外戚功臣之间的权力冲突 而作为东汉勋贵中两大集团 在皇室中的代表 光武帝的这两位皇后 也都十分理解和认同 光武帝这一番良苦用心 因此虽然光武帝费力皇后 更毅储君 但是郭盛通和殷丽华 以及刘强刘庄兄弟之间 却能够做到不生贤习 没有引起臣下 以及后世的议论 纵观中国史册 这也是颇为难得的 可惜天意时常不随人愿 一生宽厚简易的光武帝 还是在晚年兴起了一场大雨 汉光武帝建武28年 公元52年 东汉朝中发生了一桩大案 寿光侯刘礼派门客刺杀了 侍侯刘公 这位寿光侯刘礼是 庚史帝刘玄的儿子 当初赤梅军攻破长安之后 庚史帝向赤梅军投降 后来因为赤梅军军机败坏 在关中失去了民心 为了避免庚史帝东山再起 赤梅军就杀害了庚史帝 而早在长安城破的时候 庚史帝的妻儿就逃离了长安 在庚史帝的堂哥刘次的保护下 投降了光武帝 当初光武帝的大哥刘衍被杀之后 一直劝说庚史帝善待光武帝的 正是这位刘次 因此光武帝接受了刘次的归降 而且还把刘次 以及庚史帝的这几个儿子 都封为了侯爵 至于被害的侍侯刘公 正是当年赤梅军所拥戴的天子 刘盆子的长兄 所以刘礼在想要杀死刘公 为父报仇 不过其实平心而论 刘公和刘盆子兄弟 只不过是赤梅军手里的傀儡而已 而且庚史帝投降赤梅军之后 一直极力保护庚史帝的 正是刘公 在庚史帝遇害之后 刘公还冒死杀死了 杀害庚史帝的赤梅军将领谢露 为庚史帝报仇 所以刘礼这一番操作 可以算得上是 打着为父保仇的名义 恩将仇报 对于刘礼一派门客刺杀刘公的罪行 光武帝十分震怒 这不仅仅是因为凶案本身 更是因为这些宗亲王侯们 对于皇权的末世 因为早在之前的建武22年 光武帝就曾经专门下诏书 重申了西汉时代确立的 禁止宗室结交宾客的法令 可是如今看来 这道圣旨没有得到任何重视 于是光武帝立刻下令 逮捕刘礼和他的门客们 一番审讯发现刘礼的一个 至交好友二皇子配王刘甫 门下也有门客牵涉其中 因此刘甫也是被捕下狱 关了好几天 门下的门客纷纷被捕 当时刘甫的生母郭盛通 刚刚去世不到两个月 据说很多涉嫌凶案的 配王门客就在配王府里 被直接杀死在了 郭盛通的灵位之前 之后光武帝下诏 命令搜捕王侯门客 被牵连处死的 多大上千人之多 而后虽然刘甫很快就被释放 也没有继续受到什么处罚 但是郭盛通一戏 还是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原本光武帝所有的儿子 当时都留在京师洛阳 但是刘里一案之后 郭盛通所生的五位皇子 除了年纪最小的十皇子之外 全部离京就藩 而且光武帝西夏 唯一一位生母既不是郭盛通 也不是阴丽华的三皇子 楚王刘英 也跟着一起离开了洛阳 前往楚国封地 此后留在京师的六位皇子之中 除了十皇子之外 全都是殷丽华的儿子 很显然光武帝这是借着刘里一案 进一步打压郭盛通所生的儿子们 为殷丽华的儿子刘庄顺利继位 铺平道路 至于说这一切的幕后主要推手 究竟是光武帝本人 还是殷丽华背后的南洋集团 这就众说纷纭 见仁见智了 然而光武帝生前万没有想到的是 在他身后 真正站出来挑战皇权 搅扰朝局的 竟然是殷丽华的儿子 光武帝去世之后 他和殷丽华所生的长子 四皇子刘庄几位 这就是汉明帝 汉明帝刚一登记 他的同胞兄弟八皇子山羊王刘庄 就立刻行动了起来 刘庄伪骚了一封郭盛通的弟弟 大红炉杨安侯郭矿的密信 派人送给东海王刘强 怂恿他起兵夺位 然而刘强并没有争夺天下的野心 因此收到密信之后 不仅不为所动 反而被吓得够呛 他立刻命人逮捕送信之人 把人和信一起交给了汉明帝 之后汉明帝稍加调查 真相立刻就浮出水面 这封信根本不是郭矿所写 而是出自于汉明帝同父同母的同胞弟弟 山羊王刘庄之手 汉明帝年纪古又亲情 也是不愿让母亲殷太后伤心 所以只是命令刘京离京就藩 并没有过多的处罚 可是这刘京到了山羊封地之后 并没有老实 反而是想要趁这西枪侵扰的机会 起兵造反 结果消息泄露 汉明帝下令把刘京 从位于今天山东的山羊 转封到远离京师洛阳的广陵 也就是今天的江苏扬州 然而到了广陵之后 刘京仍然不老实 刘京到了广陵 听说当地有位大师 能掐会算 于是刘京就命人 把这位大师招进王宫 然后刘京就跟大师说 寡人长得特别像先帝 当初先帝三十岁得天下 今年寡人也三十岁了 你给寡人算算 能不能起兵造反了 大师一听这话 吓坏了 赶紧糊弄了几句 逃出王宫 然后牛脸就去衙门告发去了 收到了地方奏炮之后 汉明帝还是念及亲情 不忍仲家处罚 只是下令撤去了 刘京所有的辽署 派人把他软禁在了广陵王宫 然而之后 刘京仍然不老实 又找人做法 阻咎汉明帝 结果再次被人告发 这次刘京终于不用再麻烦他的皇上四哥宽恕了 得知自己的罪行又被揭发之后 刘京畏罪自杀 结束了他痊愈迷心的荒唐一生 在刘京之后 第二个站出来挑战汉明帝的 是汉光武帝的第三子 楚王刘英 根据史书记载 汉光武帝一共有十一位皇子 其中五位是郭盛通所生 五位是殷立华所生 唯一的例外就是这位楚王刘英 根据刘英的排行 以及光武帝的人生履历来看 这刘英的诞生 颇有可能是当时郭盛通怀有刘府 而殷立华上尉和光武帝团聚时候的意外产物 因此刘英在光武帝诸子之中 帝位最低 最不受宠 成年之后所获得的封地 也是最为狭小贫瘠的 可就是这么一位不招人待见的破落皇子 却在汉明帝永平十三年 公元七十年 冬十月 被人告发谋反 说是楚王刘英 秘密制造祥瑞 编造谶语 抑郁谋反 犯了谋拟大罪 而且告发刘英的人还提到 这楚王谋逆身边是有帮手的 其中一位是渝阳人王平 这渝阳就是今天的北京密云 地处河北 而王平的出身也不一般 颇有些背景 他的祖父就是在云台二十八将里 排名第十八的府城侯王良 所以说王平也是河北集团的世家子弟 再一调查郭盛通所生的两个皇子 汉明帝的五帝济南王刘康 七帝淮阳王刘延 还有郭盛通的远方表直 东汉开国功臣耿纯的侄子 碎香侯耿建 也都牵涉其中 原本就对河北集团很不信任的汉明帝 立刻下旨彻查此案 这次对于这几位同父异母的兄弟 汉明帝可就没了当初一二再再而三的饶恕 不断谋反的同胞弟弟刘京的那份仁慈和宽厚了 汉明帝下旨 楚王刘英废去王爵 发配丹阳 济南王刘康被削夺了五个县的封地 淮阳王刘延几乎被夺走了全部的封地 直保留釜陵一线改封为釜陵王 这一番亲疏有别的操作 立刻就让朝中大臣们摸透了皇帝的心底 于是穷至楚狱岁至累年 其词语相连 自京师亲戚诸侯 周郡豪杰及考案例 阿妇作死习者已签署 而戏狱者尚数千人 意思就是说 朝廷极力追究楚王逆案 以至于经年累月不能停止 审理出来的供词相互牵连攀扯 从京师里的皇亲国戚藩王诸侯 到地方上的周郡豪杰 乃至于参与审案的官吏 因为被认为是参与谋逆 而被处死流放的多达数千人 即便如此 在监狱里仍然还关押着好几千 因为受到牵连而被捕入狱 但是还是没有来得及定罪的人 不仅是河北集团遭到了沉重打击 甚至就连身为南洋集团子弟的朗陵侯赃信 护则侯邓礼 以及宗室出身的曲成侯刘健等人 也都被牵涉其中含冤入狱 就连光武帝母亲的娘家也被牵连 幸亏是皇室至亲 这才免遭处罚 当时的河东军太守郊旷 被牵涉其中驱打成招 然后就病死在了发配的路上 之后郊旷的门生顾立 担心受到牵连 纷纷改名唤姓远避他乡 但是这郊旷有个学生叫郑宏 他坚信老师是冤枉的 因此冒死尚书汉明帝 为老师申冤 据说汉明帝召见郑宏的时候 郑宏剃光了头发 背着刑具上殿 为老师申冤 负责审理楚王一案的世语是韩朗 以及楚国被废除之后 出任楚军太守的袁安安 也都趁机上奏 说楚王一案牵连过广 其中有很多冤情 最后是在汉明帝的皇后 马氏的一再劝谏之下 汉明帝就才亲自到洛阳监狱里 去审问犯人 果然发现不少人都是被冤枉的 根据史记记载 当时赞押的犯人 经过汉明帝的亲自审讯 被认定是无罪 当场释放的就多达上千人 之后汉明帝批准了袁安的奏折 楚军受到刘英一案牵连而被捕入狱的四百多家 全都被释放 楚王逆案总算是划上了句号 顺便一提 这位袁安日后也是官运横通 在后来的汉张帝一朝升到了司徒高位 成为了汝南元氏四氏三宫的第一代 汉末三国时代的袁绍袁树兄弟 正是袁安的宣孙 经过光武废后楚王谋逆 这两次打击 河北集团淡出了东汉朝廷 作为平衡南洋集团的补充 东汉开国功臣之中的另一个派系 西北集团因此崛起 后来几度占据了东汉皇后之位的 窦家和梁家都算是出自于这一派系 最终真正终结了围绕着 大汉王朝皇后之位的派系斗争的 是汉明帝的武士孙 以脉官于绝而留名史册的 一代昏君汉灵帝 随着汉灵帝策立屠户小辈出身的 和氏为正宫皇后 西北集团也好 南洋集团也罢 更不要说早就过了气的和北集团 所有功勋子弟 对于后宫政卫的争夺 全都就此鱼打风吹去 因为这大汉王朝的四百年天下 很快就会亡在这位和皇后 所带来的幕侯而贯待 至小而谋强的国舅爷 大将军何晋的手里了 当然 这是后话 汉光武帝在统一天下之后 又继续执掌朝政二十年 去世之后 他和殷立华所生的长子刘庄 继承了皇位 就是汉明帝 汉明帝和他的儿子汉张帝 先后执政三十一年 得益于他们父子两代 宽松治国 西兵养民的政策 当时的东汉王朝 励志清明 经济繁荣 社会稳定 被后世誉为是明章之治 不过说起为明章之治 奠定了最初基础的 那还得是当年福宝光武皇帝 中兴大汉的那些开国远勋们 所以在汉明帝登基后的第三年 为了追念前朝功臣 明帝派人在洛阳南宫的云台阁 描绘了二十八位开国功臣的画像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云台二十八将 不过这云台二十八将 还远不能囊括东汉王朝所有的开国远勋 比如汉光武帝的姐夫 跟随光武皇帝 激战昆阳平定王廊的西华侯邓臣 还有汉光武帝的表叔 为汉光武帝平定拢右 后来又在攻略属地的时候 被公孙树的刺客 刺杀身亡的征枪侯来袭 他们也都是功勋赫赫的左命元勋 只不过因为外戚的身份 所以没能入选云台二十八将 不过在所有由于外戚身份 没能入选云台二十八将的 东汉开国功臣之中 说到今天的知名度 恐怕最高的还得是汉明帝的岳父 因为一句马格果师 而名垂史册的福波将军 新西侯马元 据说这云台二十八将的名单 刚出来的时候 汉明帝的同胞弟弟 东平王刘苍就找到了皇兄 刘苍就问明帝 说这福波将军生前也是功勋卓著 破尾销平息枪 争交纸退匈奴 战功赫赫 这云台二十八将里怎么没他呀 而汉明帝听了弟弟的发问 却并没有回答 只是笑而不语 虽然说云台二十八将 传闻对应着天上的二十八星宿 可是斗转星宜 时至今日 云台二十八将的名字 早已被今天的人们所淡忘 反倒是因为外戚身份 没能入选云台二十八将的马元 成为了中国民间信仰中的神明 尤其是在湖广岭南一带 享受香火直到今天 甚至在和马元并无任何渊源的台湾 都有一座祭祀马元的庙宇 就是位于台湾苗栗的五谷岗福波将军庙 广西著名的旅游城是桂林的福波山 也是因为马元的封号福波将军而得名的 中国著名的小说三国演义之中 也有一段和马元有关的故事 说是在诸葛亮南征第四次 秦获南亡孟霍之后 因为孟霍仍然不肯投降 所以诸葛亮就又把他给放了 然后孟霍就去投奔了秃龙洞洞主 朵斯大王 朵斯大王就对孟霍说 他待在这个地方地势显样 不仅沿途多有毒蛇恶蝎 毒气烟障 而且这一路追上还有四眼独权 历史上除了福波将军马元 再也没有外人到过此地 后来蜀军追击孟霍 果然中了毒权的毒 然后诸葛亮就发现 这山中有一处古庙 正是福波将军庙 于是诸葛亮攀腾复戈而上 亲自到庙中前程祈祷 最终福波将军马元 派当地的山神显灵 指点诸葛孔明 引他去求救于隐居山中的孟霍的哥哥孟杰 因此获得解药 解了中军的毒 然后才得以再次三心梦获 最终平定难中 说到这儿 可能有朋友会感到有些奇怪 这马元不过是元武将 算不得是光武皇帝的嫡系 死后更是寿元诬陷 被追夺了爵位 差点连尸骨都不能下葬 虽然说后来马元的外孙成了大汉天子 但这中国历朝历代 皇亲国戚多了去了 怎么就马元能够被世人立庙祭祀将近两千年呢 这个就得说到马元平定焦旨的故事 汉代的焦旨郡位于汉帝国的南疆 大概相当于今天越南北部的红河三角洲一带 是百约各部的聚居之地 正是这样一个帝国边陲 在东汉初年爆发了一场大动乱 公元四十年 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 东汉王朝刚刚完成天下统一的第四年 洛阳的光武皇帝突然接到奏报 说是百岳诸部之中的洛岳族地方豪族出身的一对姐妹 征策和征二在焦治郡举兵 自立为王 攻占了焦治九珍日南河浦四郡六十五座城市 焦治郡太守苏定逃亡南海郡 关于征氏姐妹起兵的原因 在今天这样一个民族主义甚嚣沉上的年代 中越两国史料中的相关记载 可以说得上是针锋相对 对照双方史料 大致可以还原出来的就是 东汉的焦治太守苏定 是一个残暴贪婪的管理 统治手法非常的简单粗暴 征策的丈夫失所 也是当地洛岳贵族出身 是苏定手下的一员洛将 作为当地士族 失所对于苏定的统治自然有很多不满 他非常反对苏定在焦治推行的全盘汉化的政策 希望东汉朝廷能够尊重当地洛岳人的习俗 认可当地洛岳贵族的特权 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 这种想法在焦治的洛岳人中应该是非常普遍的 所以苏定为了压制洛岳人 就动了杀鸡敬猴的念头 所以他找了个机会 利用一次失所抗命的机会 处死了失所 点燃了焦纸的火药桶 为了给丈夫报仇 征策和他的妹妹征二一起举兵反汉 南岳各地的落岳民众纷纷响耀 汉光武帝收到奏报之后 征召了两万士兵 以福伯将军马园为主将 云台二十八将之中 名列第十六的中狼将福乐侯流龙为副将 水路并进 征讨征士姐妹 按照《中国史记》中的记载 马园到达郊址之后 调查征士姐妹起兵的缘由 认为罪在苏定 因此上奏弹劾苏定 说他张眼事前蛇目讨贼 窃于战功 宜家窃吃 因此苏定被光武皇帝下诏 逮捕入狱 不过越南史籍安南侍略中 对此却有不同记载 按照安南侍略中的记载 苏定在征士姐妹起兵之处 就已被征策杀死 征策在率领洛岳部众 夺取了汉朝南方四军六十五座城池之后 被推举为王 号称征王 定都弥领 分封官吏 建立政权 征策的征王政权 确实尊重了洛岳贵族的特权 具有明显的封建性质 原本汉朝郡县制下的各县 被交给了当地的洛岳贵族洛侯们进行统治 根据越南史料记载 征策在称王之后 下令免出百姓两年赋税 废除汉朝的一切法律 公元42年汉光五帝建武十八年农历四月 马元统帅的汉军开始围攻正式姐妹最东北部的据点 河浦 一番激战之后 汉军顺利的攻克了河浦 然后马元下令兵分两路 他自己亲自统帅陆军 避开大道 沿着海岸线向西行进 一路上披荆斩棘 是逢山开路御水驾桥 绕过了洛岳人重兵防御的 位于今天越南广宁省仙安县的鬼门关 深入了征氏政权的腹地 与此同时 马元派楼川将军段志 统帅汉军水师 渡海进入白藤江 然后宿江而上 两军约定在交织北部会合 然后共同攻打 政策的国都弥领 征氏姐妹得知汉军 分进河击的行动之后 也是亲自率领部下出击 希望能够抢在汉军水路会师之前 击败孤军深入的马元的陆军 不过征氏姐妹 还是小看了汉军的战斗力 作为可以和当时的草原靶主 匈奴人进行骑兵军团对冲的汉军 征讨洛月确实是不在华线 而且当时的洛月 其实是百月各部之中 最为落后的一支 至少也是之一吧 当然作为当地的土著 洛月人在交织等郡 确实有一定的主场优势 可是马元麾下的这两万士兵 只有八千汉兵 剩下的一万两千人 都是从忠诚于汉朝的百月各部 征召的月兵 同样熟悉当地水土 翻山越岭如履平地 不过征氏姐妹顽强的战斗意志 还是震撼到了福波将军 双方兵马在位于今天越南海洋省 智陵市附近的浪波遭遇 这里位于当时交址的一处要塞 古罗城的东部 是一处高原丘陵地形 四周还环绕着几处湖泊 战斗进行的十分激烈 征氏姐妹一方损失惨重 征策麾下的一员洛侯更是战死当场 不过汉军也是刚刚经历了千里穿山的长途跋涉 也是强弩之末 伤亡同样不小 事后马原曾经回忆这场战斗说 当武在浪波西里间 卢未灭之时 下落上雾 毒气重征 仰氏飞渊 贴贴坠水中 意思就是说当初我在浪波和西里这两个地方之间和落跃的叛军交战的时候 脚下是泛滥的洪水 周围烟雾缭绕 毒气生腾 一抬头就能看见飞鹰落入水中而死 当时环境的险恶由此可见一般 征氏姐妹在浪波战败之后 先后退守古罗城和米岭 但是都没能挡住汉军锐利的冰封 征氏姐妹只好放弃了他们的首都 继续撤退到了位于今天越南河内市三卫县的晋西 用越南史书上的话来说 就是征氏姐妹在这里率领部下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他们竭尽全力去防守每一座村庄 防守每一寸土地 最终战斗在公元43年 汉光武帝建武19年农历二月初六结束 对于征氏姐妹的结局 也有着好几种不同的说法 有的说他们二人战死沙场 也有的说他们是被马园俘虏和处死的 还有的说他们二人眼见兵败 大势已去 一起投将自杀了 不过征氏姐妹死后 他们的余部仍然继续坚持抵抗 直到当年年底 马园才最终平定南约各地 三百多名被俘的洛约贵族被通通流放陵陵军 之后马园在当地兴修水利安抚民心 重新恢复了汉朝的各项规章制度 用来约束当地的越人 而之后 当地的越人各部也是一直尊奉着马园 为他们立下的这些规矩 在此后的一千九百多年里 越南北部也就成为了汉字文化圈的一部分 直到越南共产党上台 废除了汉字和越南南字 大力推行越文国语字为止 建武二十年 马园率军回朝 被封为新西侯 他的副将刘龙 爵位也从福乐相侯 升为了长平县侯 至于说马园的对手 征氏姐妹 他们的地位在越南独立之后 也开始不断上升 越南离朝的第六代皇帝 李英宗 加封征氏姐妹为 林真二夫人 之后越南陈朝的第三代皇帝 陈仁宗则是加封征策为 威劣夫人 征二为靖盛夫人 等到了仁宗的儿子 陈英宗的时候 再次为征氏姐妹 朱一家尊号 封征策为 威劣纯真夫人 征二为靖盛宝顺夫人 而在成熟于越南陈朝时期的 越电幽灵集中 则是干脆称征氏姐妹是征圣王 等到了越南共产党上台之后 更是把征氏姐妹 作为越南反抗中国统治 追求民族独立的开端 称赞征氏姐妹 是越南妇女的最大光荣 现代进步人类所赞誉的 翱翔在高山之鹅上的雄鹰 今天在越南各地有大量纪念 征氏姐妹的祠堂 庙宇 以及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的街道 比如越南首都河内 高校云集的阿尔征夫人郡 就是以征氏姐妹来命名的 根据调查 在越南北部地区 被各地村镇 奉为当地守护神的这些神明中 原形是征氏姐妹部将的 就不下数十个之多 而在越南的历史分歧中 征氏姐妹也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 征氏姐妹起兵之前 是越南历史上的第一次北蜀时期 而征氏姐妹兵败则标志着越南历史 进入到了第二次北蜀时期 越南历史上的这个北蜀时期 指的就是越南在当时属于中国一部分的历史时期 其实除了散布在越南北部各地的征氏姐妹的祠堂庙宇之外 在昔日汉朝焦治郡的故地还曾经存在过另一个 关于这场战争的重要纪念物 马园铜柱 根据成熟于近代的广州记记载 马园在平定焦旨之后 曾经在当时汉帝国领土的最南端树立了两根铜柱 据说马园在树立了这两根铜柱之后 曾经当众对天祷告 说是铜柱蛇焦旨灭 以此来警告焦旨的落月人不要再反叛汉朝 而焦旨的当地人对马园十分崇拜 对他的祷告更是笃信不疑 所以为了避免铜柱折断 焦旨人就不断在铜柱的下方堆放石块 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两座丘陵 后来隋朝派兵征讨越南前礼朝的时候 隋朝军队还曾经从马园铜柱下经过 等到了后来唐朝唐献宗缘和年间 马园铜柱损毁 当时的唐朝安南都护 还曾经重新树立了两根新的铜柱 不过对于马园铜柱的具体位置 中国的观修正式之中并无记载 根据南北朝时期著名地理学家 力道源所著的水晶柱记载 马园铜柱位于象林县南部 这个象林县也就是今天越南的广南省惠安市 但是在越南时期之中 对于马园铜柱的位置却有着不同的记载 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成熟于越南陈朝时期的安南支掠中认为 马园铜柱是位于钦州的一处古洞 而越南软朝的观修正式钦定月室通建纲目则认为 马园铜柱应该位于越南南部的复安省境内 这马园铜柱的位置从中国的广西到越南南部的复安 地理跨度如此之大 这是因为自从公元十世纪后期 越南彻底脱离中国独立之后 这马园铜柱就从史籍记载之中消失了 根据越南史料记载 元朝在攻灭了南宋之后 元氏族忽必烈曾经派使者到越南 询问马园铜柱的位置 当时在位的越南皇帝陈胜宗派然答复 说是铜柱九岁淹没 不知在何处无法找回 当然这段往来很明显包含了奴后的政治隐喻 不过马园铜柱早已无处可寻 却应该是事实 因为之后明朝的明成族永乐皇帝 利用越南胡朝篡夺陈朝的机会 出兵吞并越南之后 大明朝廷上下 从没有人再提起过什么马园铜柱 毕竟这千余年沧海桑田 闲云潭影日悠悠 木唤星仪几度秋 阁中地死金河寨 坎外长江空自流 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 公元七十三年春二月的一天 已经领了朝廷讨伐北匈奴赵令的凤车都尉 险亲侯豆柱正在自己的府中做着出征前最后的准备 这时候突然有仆人进了禀报 说是有客来访 豆柱这时候正忙着出征匈奴的准备 本来不想见客 可是见到了仆人乘上来的明帖之后 却立刻改变了主意 命仆人把客人带下来 听了豆柱的这个命令 仆人也觉得很奇怪 因为他已经看过了来访者的明帖 这位访客姓班明超 只不过是一个白身 一介平民而已 自家主公贵为侯爵 是当今天子的妹夫 为什么会在这样君务繁忙的时候 一定要抽空接见一个白丁呢 这自然是因为 这位班超虽然无官无职 但却并非是毫无背景 班超的曾祖父 是西汉成帝朝的乐旗校尉 祖父也在汉埃帝时期担任过太守 姑祖母更是成帝的妃子 著名的班结瑜 后来在两汉交替之际 班超的父亲班彪 投办了当时歌剧和谐的豆蓉 担任从事之职 豆蓉对班彪十分信任 以师友之力对待 正是因为班彪的谋划和建议 豆蓉不但抵挡出了歌剧拢药的伟霄的进攻 而且还及时的归附了汉光武帝 辅佐光武帝平定了伟霄 正是凭借着这份功训 豆蓉得以在东汉霍丰安丰侯 成为了地位仅次于云太二十八将的开国远勋 传说汉光武帝在豆蓉攻灭伟霄得胜还朝之后 曾经问他 说你所上的奏章都是谁帮你写的呀 豆蓉如实回答 说这些都是从事班彪所写 于是汉光武帝立刻召见了班彪 一番谈话 对班彪的才干很是欣赏 因此任命他出任林怀郡徐县的县令 而这位被班超的父亲班彪 福宝上侯爵高位的豆蓉 正是豆顾的伯父 如今班超得知豆顾奉召讨伐匈奴的消息之后 特意前来豆腐 毛遂自荐 豆顾见到班超也十分高兴 他拉着班超的手对他说 我早就听说过贤帝 大丈夫当校父介子张谦 立功义玉以去封侯 安能九世彼艳户的豪言壮语 如今朝廷正是用人之计 贤帝自然有心效力疆场 报效朝廷 我一定上奏向皇上保健你 于是在豆顾的推荐之下 朝廷下证 任命班超担任贾司马 也就是代理副将 跟随豆顾一起出征匈奴 一段传奇就此拉开序幕 当年围困汉高祖于白登山的匈奴 后来在汉武帝汉宣帝祖孙两代的打击之下 走向衰败 一度还陷入分裂 形成了忽汉野铲鱼和智之铲鱼并利的局面 后来忽汉野铲鱼主动臣服汉朝 还迎娶了汉原帝的宫女王昭君 而智之铲鱼则是命丧西域 死在了汉军的刀锋间敌之下 等到了王莽篡汉之后 因为王莽收回了汉朝赐予匈奴鲲鱼的印信 改封匈奴鲲鱼为降奴浮语 骑士羞辱之意异于烟表 因此匈奴不再向新朝称臣 反而是利用两汉交替的这个局势动荡的机会 发展壮大 重新成为了可与汉朝匹敌的力量 忽汉野铲鱼去世之后 匈奴的皇位一直在忽汉野铲鱼的几个儿子之间传承 公元48年 汉光武帝建国24年 忽汉野铲鱼的儿子忽多而失道高铲鱼去世 他的两个儿子先后继位 就是乌达迪侯和普努铲鱼 匈奴这匈中帝籍的继位规矩 原本是忽汉野铲鱼生前确立好的 然而忽多而失道高铲鱼继位之后 却想传位给自己的儿子而不是弟弟 为此他还找了借口杀死了他的右弟 也就是忽汉野铲鱼和王昭君的儿子 依图治牙师 在匈奴皇室 轮迪式家宗内部引起了不小的恐慌 因此普努铲鱼继位之后就导致了他的堂兄弟 也就是乌珠流铲鱼的长子 幼日竹王苏图胡的不满 因此苏图胡在自己的嫡妻部众 以及依图治牙师旧部的共同拥戴之下 自立为匈奴鱲鱼 在五元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包头建立王庭 这就是系洛师竹低产鱼 从此之后 匈奴一分为二 系洛师竹低产鱼一部被称为是南匈奴 而普奴产鱼所部则被称为是北匈奴 公元49年 南匈奴起兵攻打北匈奴 却惨遭失败 于是南匈奴的系洛师竹低产鱼 就派遣麾下的汉人谋士 前往洛阳 向汉朝进献匈奴地图 以示臣服 而后南匈奴19部4万多人南下 归附汉朝 被汉光武帝安置在了河桃地区 而南匈奴的王庭也就从五元 迁到了今天内蒙的准格尔旗 再一次成为了汉朝的附庸 此后北匈奴因为遭遇连年天灾损失惨重 再加上由于匈奴的分裂 原本依附于匈奴的乌环鲜卑等族开始崛起 更是对北匈奴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因此北匈奴也派遣使者来到汉朝 请求和汉朝和亲护士 但是汉朝为了避免破坏汉朝和南匈奴绝建的关系 所以拒绝了北匈奴和亲的请求 只同意有限的进行护士 但是通过这些非常有限的护士所获得的物资 远不足以解决北匈奴的困境 因此北匈奴放弃了和平的策略 转而开始入侵汉朝和南匈奴 竭略物资财富 因此在汉明帝永平16年 公元73年农历2月 汉朝出动44000起兵 兵分四路讨伐北匈奴 其中窦固率领12000起兵 从九泉要塞出发一路向西 接连击破沿途北匈奴各部 一直打到了普类海 也就是今天新疆东部的巴里昆虎 然后窦固下令在当地修建了一座伊乌鲁城 囤住军马 这座城市就是今天的新疆哈密 然后窦固就派遣班超 率领36个部下 出使位于罗布泊西南的善善谷 东西长1100公里 南北宽550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 把西域地区分割成了两个部分 沿着天山脚下一路向西 从北面绕过塔克拉玛干沙漠 这被称为是西域北道 而相应的 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边 沿着昆仑山北路向西 则被称为是西域南道 很显然西域北道临近匈奴 受到北匈奴的威胁和影响也更深 而西域南道 有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天然屏障 远离匈奴 自然是汉朝拓展外交的首选 而这西域南道自东向西的第一站 就是善善 这班朝一行刚刚到达善善的时候 善善王对汉室一行是热情款待 礼径有价 可是没过几天 这待遇突然就降下来了 前两天对汉室 还是上午一大宴 下午一小宴 出门一定进 进门一定淫的善善王 突然就开始不露面了 而对汉室的招待也怠慢下来了 班朝很敏锐的就注意到了这个变化 他于是立刻召集下属 问他们 说你们绝没觉得 善善王对咱们的态度变差了 几个下属都觉得这没什么问题 他们就劝班朝说 这些西域胡人 哪懂什么礼节 他们都是蛮夷 做事没有常性 打人您不必奇怪 然而班朝就说 不对 一定是匈奴有使者来了 善善王不知道该追随谁 他自己正胡一不定 所以不敢来见他们 于是班朝立刻让人叫来了 负责招待他们的善善国的侍从 班朝摆出一副 早就明白一切的架势 对善善侍从说 匈奴的使者来几天了 住哪啊 这善善侍从一听 吓了一大跳 以为消息泄露 所以赶紧如实回答 说匈奴的使者来三天了 他们的营战 距离汉室大人您的管义 大概三十里低 得知这个消息 班朝立刻下令 扣押了这个善善侍从 然后他就召集下属 三十六个部下说 如今各位和我都身在外国 处于危险之中 这匈奴使者刚来三天 善善王就不敢来见咱们 连招待的礼节都下降了 如果这时候 北匈奴命令善善王 把咱们全抓起来 送到匈奴去 那咱们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各位都说说 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这些下属一看事情 真的如同班朝所预料的那样 都对班朝十分佩服 他们纷纷表示 如今已经是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了 我们都愿意听从班司马的指挥 誓死追随 于是班朝就说 不入虎穴不得虎子 如今最好的办法 就是我们今晚 趁夜火攻匈奴迎战 匈奴人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 必然惊慌失措 然后就可以尽数剿灭 消灭了匈奴使团之后 善善王必然惊惧 敬畏汉朝 我们也就可以立功成事了 等到天刚一黑 班朝就带着他在三十六个部下 来到匈奴使团的营家外 也是天功作美 当晚正好赶上了刮打风 正是月黑杀人夜 风高放火天 于是班朝就派了十个人 让他们拿着鼓 躲到匈奴迎战的后面 告诉他们 看见匈奴迎战火起 立刻开始敲鼓大喊 而剩下的二十六个人 则是各执兵器剑奴 埋伏在匈奴的营门外 然后班朝自己 亲自潜入匈奴迎战 是顺风放火 逆风杀人 营中的匈奴人 突走袭击 乱作一团 四下逃命 而班朝早就安排下了 天罗帝王 等到天亮 匈奴迎战 早就被烧成了一片白地 班朝等人清点战果 班朝亲手斩杀了三个人 他的部下杀死了三十多人 剩下被烧死在帐篷里的 匈奴人多达百人之多 然后班朝就派人 请来了善善王 善善王一到场 看见这一百多颗 匈奴使者的人头 吓得是魂飞魄散 当场跪倒在班朝面前 表示善善国 愿以归附大汉天子 从此忠于汉朝 绝无二心 不仅如此 善善王还当场 叫自己的一个儿子 跟着班朝 回汉朝去做人质 以示忠诚 班朝等人就带着善善王子 一同回到了哈密的汉军驻地 窦顾一见大喜国王 立刻上表为班朝请功 然后汉明帝下旨 正式任命班朝为君司马 作为大汉使者 继续出使西域各国 收到朝廷诏命之后 窦顾就想给班朝 多派点人手 可是班朝却说 多带上几百人 也没有太大用处 万一遇到危险 反而成为累赘 还是上回那36个人最好 于是班朝又带着 他这几个老部下上路了 这次他们的目标 是善善西边的 另一个西域大国 于田 传说这于田王国的建立者 是印度孔雀王朝的 第三代君主 著名的阿裕王的儿子 大约是在汉光武帝晚年 于田一度被他的西林 缩居灭亡 几年之后 于田重新恢复了独立 反而把缩居 纳入囊中 之后于田以西十三国 都依附于于田 因此于田也就成为了 西域一个举足轻重的强国 再加上流经于田的 河田河 是唯一一条穿越了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河流 是沟通西域北道和南道的关键 因此匈奴和之后的北匈奴 一直在于田 派有常驻的使者 作为监国控制于田 因此班朝一行到达于田之后 于田王对于汉使 态度冷淡 于田王手下的大祭司更是宣称 说汉使的到来 触怒了天神 必须要杀死班朝的坐骑 祭神 才能平息神明的愤怒 听了这个说法之后 班朝就表示 可以把马送给于田王 但是有个条件 那就是让大祭司 自己亲自来取 等于田国大祭司 智德一满 大大咧咧的来到汉使营地 取马的时候 班朝二话没说 直接拔出佩刀 上来楼头盖脸 就是一刀 砍下了大祭司的手机 然后他把一通前来的于田国相 也是暴打了一顿 然后班朝就让于田国相 带着大祭司的人头 回去禀报于田王 归不归汉 一句话的事 别磨叽 班朝在善善国 一举击杀匈奴使团 百余人的分工伪计 早就传到于田了 所以于田王 见到大祭司的人头之后 立刻下令 处死了北兄奴的监国使者 归赴汉朝 这时候班朝距离打通 整个西域南道 指向下了最后一步 舒勒国 舒勒是当时西域的一个大国 人口两万多户 拥兵三万 而且舒勒的地理位置极其重要 扼守住了西域南道和西域北道 西端的交汇点 舒勒的国都 就是位于今天中国最西端的 南疆第一大城市 喀什 正所谓凡是欲则利 不欲则废 班朝很快就收集到了关于舒勒的情报 如今的舒勒虽然看似强大 却是非常的有机可求 因为如今的舒勒王兜提 并不是舒勒人 而是君慈人 之前作为西域北道的强国 匈奴的铁杆盟友 舒勒的西北邻国 君慈以仗匈奴的支持 出兵占领了舒勒 然后君慈王就杀死了当时的舒勒王 把自己手下的一个大臣兜提扶上了舒勒的王位 作为自己控制舒勒的工具 因此对于兜提这位国王 舒勒的故义族官吏百姓 当然并不心服 而且有很多的不满 这就给班朝评定舒勒提供了机会 班朝也是意高人胆大 他带着36个部下进入舒勒国之后 在距离舒勒国国都盘陀城 只有90华里的地方停下来了 然后他派了几个部下 打着汉水的旗号进入盘陀城 班朝自己带着大多数人等在城外 班朝这几个部下进城之后 就到了王宫 面前输了王兜提 劝说他归顺汉朝 这兜提不过是君辞王的一个傀儡 君辞哪可是匈奴的铁杆盟友 就连现在的君辞王 当年都是靠着匈奴的支持 才得以登上王位的 更何况兜提眼前汉朝来史就这么几个人 所以他想都没想 轻蔑的就拒绝了使者 要求他归顺汉朝的要求 结果兜提万没想到 这几个汉室居然敢当场发难 持刀挟持了兜提 兜提身边的君辞亲信 也没想到汉室这么猛 几个人就敢挟持国王 因此吓得是一轰而散 争先恐后的逃出淑落 逃回君辞去了 不用说 这一切当然都是出自于班朝的谋划和安排 班朝这几个部下得手之后 马上派人快马出城 禀报班朝 班朝一得到消息 立刻率领圣余的部下入城进入淑落王宫 然后班朝召集淑落文武百官 向他们宣布了兜提的罪状 然后就以汉朝皇帝的名义 拥立之前被君辞人杀害的淑落王的侄子 继任淑落王位 就这样 班朝以一己之力 仅仅依靠三十六个部下的追随 用了短短一年的时间 就接连平定了善善于田 书勒三大西域强国 为大汉王朝打通了西域南道的通路 后来书勒国的首都盘多城 在之后的很多汉文史料中 就直接被称为是班朝城 今天位于喀什东南郊的班朝路上的 盘多城班朝纪念公园 正是后人对两千年前那段风云跌宕的传奇的一份记忆与缅怀 公元76年的冬天特别的寒冷 尤其是在东寒夏日 昼夜温差极大的准戈盆地 虽然已经到了初春世界 但是天空中仍然是漫天飘雪 地面上的气雪更是高达一丈有余 在这样一片肃杀的场景里 孤零零地依靠着卡拉麦里山山脚下的书勒古城 更是显得苦苦无依 微如雷乱 正是青海长云 暗雪山 孤城遥望 玉门关 这时候突然一阵密集的马蹄声响起 打破了四周的宁静 也惊动了驻守在书勒城中的汉军将士 看来这匈奴人又来了 城中的汉军将士们心里明白 这将是他们人生中最后一次战斗 因为此时的书勒城中 从军官到士兵 总共就只剩下了26个人 就在这26位最后的汉军将士相互搀扶 手握利刃准备殊死一搏的时候 从城下传来了一声嘹亮的汉语 我是泛强 大汉派军队来迎接校尉了 带兵坚守书勒城已经八个多月的校尉耿工 听到呼喊 连忙登上城楼观看 果然新红的汉朝军旗在风雪中飘扬 而率领这支军队的正是当初耿工的老部下 翻枪 其实这位已经带兵坚守孤城八个月的耿工 只不过是一个智比六百弹的校尉 跟县令平级 麾下也只有五百人 主要的职责是负责在西域屯田 那么这么一支后勤部队怎么就成了匈奴大军的刀锋所向了呢 当然这首先是因为西域地区多山川多沙漠的地形 所造成的行进士格 不过除此之外还得要提到一个人 这就是耿工的堂兄弟驸马都尉耿炳 之前我们提到过汉明帝永平十六年 公元七十三年汉朝兵分四路讨伐北匈奴 清史留名的班超班渡户 就是在此战中跟随着凤车都尉窦固出征西域 因此得以有了立功一域的机会 因为当时这四路汉军之中 只有窦固这一路齐开得胜 其他三路都是无功而返 所以汉明帝就下令把其他三路也都并入到了窦固的会线 而当时耿工的这位堂兄弟耿炳 正是其中一路的主将 我们前面提过窦固的驾驶背景 这耿炳的驾驶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跟窦固的伯夫窦戎割据河西数年 直到汉光武帝称帝后的剑武五年 才归附汉光武帝相比 耿炳和耿工的大伯绝对可以算得上是汉光武帝价钱的从龙元勋了 他就是我们聊光武中兴时候提到的福宝汉光武帝平定河北的名将耿炳 耿炳二十岁投校汉光武帝 二十二岁就被封为大将军 之后征战一生 平定四十六军 攻克三百多成 未尝挫折 最终被封为建威大将军 郝治侯 在云台二十八将之中 排名第四 因此耿炳虽然被皇帝命令要接受窦固的指挥 但是心中并不服气 他觉得自己和窦固品级相同 家世又更为显赫不能屈具人线 所以他就自作主张干了件战场抗命的事 我们前面提过汉朝穿过西域向西 有南北两条通道 这西域北道之上 玉门关以西 第一个大国就是地垮伯格达山南北的居师国 居师国由于伯格达山的阻碍 再加上汉朝和匈奴两国对此地的反复争夺 在公元前六十二年 分裂朝到前后两部 各有国王 两家王庭 相聚不过五百多里 当时居师后国的国王名叫安德 居师前国的国王名字并没有流传下来 我们只知道他是安德的儿子 对于进军居师国的作战计划 汉军将领之间就有了分歧 耿炳认为应该越过山南的居师前国 直接攻打山北的居师后国 只要打服了安德 那安德的儿子自然不战而降 可是身为全军主将的窦顾 却有不同的看法 窦顾觉得越过居师前国 直接攻打后国 如果不能速战速决 就会陷入到居师前国和后国 两面夹击的境地 而且翻越伯格达山 山高路远 天寒地洞 这士气和后勤都是问题 更何况只要拿下了居师前国 那么就能控制住吐鲁藩盆地 足以确保汉朝对于西域北道的控制 翻山越岭去打居师后国实在没有必要 耿炳听窦顾这么一说也就不再争辩 直接带着自己的麾下人马擅自出发 去攻打居师后国去了 耿炳间一走就直接带走了汉军将近一半的兵马 汉军几万人马远在御门关外深入西域 分兵显然是兵家打击 而且窦顾认真掂量了一下 自己虽然是皇上的妹夫 但论起家师背景 这窦家如今确实还得罪不起耿家 所以窦顾只好下令全军出发 一起去攻打居师后国 也是耿炳幸运更是汉朝此前历代威名的积累 汉军出兵之后 不仅居师前国的国王不敢出兵救援他的父王 就连居师后国的国王安德也不敢和汉军开战 得知汉军入境的消息 安德赶紧带上几百进卫 亲自来到耿炳军中表示愿意归向汉朝 可是没想到后面又差点出了岔子 这窦顾作为全军主将 当然对于部队的掌控那得有点部署 所以这耿炳手下的司马 其实是窦顾的人 因此司马就希望受降居师的功劳 能落在窦顾的头上 因此安德来投降的时候 这位司马就告诉安德 窦顾才是汉军主帅 而且他还是当今汉家天子的妹夫 所以投降得跟窦顾投降 听了这话之后 安德就返回了居师王庭 只留下几个部将招待耿炳 自己等着窦顾前来 再出来投降 发现安德态度有变 耿炳也想明白了其中的猫腻 所以他就带着一队亲兵 前去迎接窦顾 告诉他 居师国王安德答应投降 可是到现在还是没来投降 所以我要去砍了他的脑袋 窦顾这早就得到了司马的密报 所以赶紧劝阻耿炳千万别去会坏了大事 可是耿炳理都不理都顾 转身就走 带人就去了居师后国的王庭 好在安德早就被汉军吓破了胆 跟谁投降都是投降 性斗性拱无所谓 所以安德听说耿炳带兵前来 赶紧自己摘掉王冠跑出王宫 抱着耿炳坐进的马腿 表示愿意归向汉朝 平定居师之后汉明帝觉得西域已经在掌握之中了 大军继续留住西域耗费太大 所以下旨班师 然后窦顾就奏景 说是在居师设立屯田军 至于在居师后国的统军校尉 他就推荐了耿炳的堂兄弟耿公 这耿公算是被他的堂兄弟给坑惨了 耿公率领五百人 驻驾在居师后国的金浦城 也就是今天新疆吉姆萨尔县的北亭乡 孤悬在天山以北 当时距离耿公最近的一支汉军 是驻守居师前国的另一支屯田军 朱棣位于今天新疆善善县的克鲁沁镇 位于天山以南 而且人数也只有五百人 听说汉朝大军撤兵回国了 北匈奴左翼各部之中 地位仅次于相当于匈奴皇储的左贤王的左古力王 立刻亲自统帅两万骑兵前来攻打居师 耿公得知消息立刻派了三百人去救援居师王安德 可惜最终杯水车薪 前驱救援的汉军全部战死 但却没能挽救居师后国王国的命运 匈奴左古力王击败居师杀死国王安德之后 立刻就包围了汉军驻守的金浦城 面对蜂拥而至的两万匈奴铁骑 守卫金浦城的汉军只有两百人 然而在金浦城下 汉军用他们无与伦比的守城技术向世人们展示了 即便是在冷兵器时代的公元一世纪 决定战争胜负的就已经是科技的力量了 匈奴骑兵虽然可以驰骋草原 但是在城池面前就只能是妄强兴唐 更何况汉军在城中 早就给他们备好了挥平炮瓷滚木雷石 就等着匈奴人上前领受了 而且汉军装备的强攻硬弩 那也都是威力巨大 足以让匈奴骑兵胆战心惊 早在西汉宣帝的时候 就有汉朝大臣高调评价过汉军的战斗力 号称是一汉敌五湖 所以匈奴大军抵达金部城后 就对金部城发动了试探性的攻击 很快匈奴人发现城内的汉军防守得法 装备精良 所以他们也就不再急于攻城 而是围城安营 把金部城团团围住 这其实也是匈奴人攻打城池的一个重要策略 因为匈奴的攻骑兵显然在速度上占据明显的优势 尤其是面对步兵的时候 所以匈奴人只要把城池包围 那城内的兵马不管是出城求援 还是想突围而出 匈奴骑兵都可以利用自己机动性强的优势迅速阻击 如果要是再能截断城内外的水源和粮草 那这座城池基本上就指日可下了 这些事儿城外的匈奴左鼓励王心中有数 城内的耿公同样动若观火 更何况耿公心里清楚这城里只有两百士兵 城外可是有两万敌军 于是这耿公开始变身化学家 利用手头能找到的材料开始制造毒药 做好之后耿公就命令部下把这些毒药都涂抹在箭头上 然后等匈奴人又来攻城的时候 耿公就站在城头大喊 说城下的匈奴人要小心了 我们这次使用的可是汉朝的神剑 这次你们要是被射中了 那可跟以往大不相同 果然一次战斗下来 中间负伤的匈奴人 伤口不仅非常疼痛 而且不停的往外冒泡 就像是水烧开了的样子 这可把匈奴人吓坏了 之后也是天公作美 连降暴雨 耿公趁机率领部下趁夜出城冒雨突袭匈奴的迎战 匈奴人慌乱之中不知汉军虚实因此打败 到这一份上 匈奴人终于相信汉军是得了天神的帮助 所以他们就此撤兵返回匈奴 耿公见匈奴人撤了 也赶紧带领部下离开进谱城 转移到了地势更为险要 更便于防守的舒乐城 因为他知道匈奴人一定会去而复返的 果然不出耿公所料 等到了农历七月 匈奴大军再次来袭 又把舒乐城给团团围住了 当初耿公之所以选中舒乐城 除了舒乐城地势险要一守南宫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舒乐城衣衫棒剑 靠近水源有地利之变 可是舒乐城的地理优势 耿公看见了 匈奴人也看见了 因此匈奴人在围住舒乐城之后 就堵住了山上的溪流 截断了流向城里的水源 于是耿公下令在城内挖井取水 可是这水井挖得很不顺利 根据史书记载 当时汉军已经把井挖到15丈深了 这15丈大概相当于现在的34米 这要是在沙特运气好的话 都能挖着石油了 可耿公这别说石油连水都没有 眼见城中水源断绝 汉军士兵已经到了从马粪里挤水喝的程度了 而且就连这马粪都不是有的事 于是作为城中最高的指挥官 耿公决定亲自带一队挖土 希望能鼓舞士气 盼来奇迹 您别说这奇迹还真就出现了 耿公亲自来到挖掘水井的工地 郑重其事的跪在地上对天祈祷 祈求苍天保佑 然后他亲自挖井运土 不久之后 这泉水真的就喷涌而出 全城将士齐呼万顺 然后耿公就命令部下用水桶装满井水 拎到城头 把水泼给城下的匈奴人看 匈奴人一看这城里真挖出井水了 都觉得这是天神在帮助汉军 所以就又退兵了 不过这一次 耿公等人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匈奴大军就又回来了 这是因为匈奴人掌握了一个耿公 并不了解的情报 公元75年农历八月 汉明帝去世 太子继位就是汉张帝 因此匈奴人乘桑出兵 再次发兵西域 而西域的燕齐居师也先后反叛汉朝 和匈奴一起联兵 攻打驻守西域的汉军 耿公的顶头上司 西域都护陈木 全军覆没 兵败被杀 幸亏驻守天山以南柳中城的 另一位汉军校尉官宠 赶在匈奴和居师联军包围柳中城之前 派出使者回国求救 这才给了西域汉军留下了最后一线升级 至于说孤悬于天山以北的耿公 那更是遭到了匈奴大军的猛烈围攻 很快城中粮草断绝 武器也损耗殆尽 眼见城中已经断粮 而且库存的剑弩都消耗殆尽 耿公干脆命令部下 把皮甲和弓弩上的弓弦全都拆了 用水煮着吃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用兽皮兽金制作的 对于城中几乎山穷水尽的局面 城外的匈奴人也是大概心里有数的 如果能够拿下舒乐城 匈奴就算是重新全面控制了天山以北 对于汉朝在西域的影响力 无疑是一个重创 所以北匈奴的幽流禅瑜 亲自率军来到舒乐城下 他派遣使者进城劝降 表示如果耿公肯投降匈奴 大禅瑜就封他为白乌王 而且还送给他匈奴妻子 可是幽流禅瑜没有想到的是 耿公不仅杀了使者 而且他还把使者的尸体挂上城头 当着匈奴禅瑜的面给烤了 幽流禅瑜自然是勃然大怒 立刻命令匈奴军队发起猛攻 耿公的部下伤亡惨重 最后就只剩下了26个人了 然而就在耿公他们这26个人 决心血战殉国的时候 匈奴大军突然自己撤退了 原来是东汉朝廷接到了官宠的求救 派来了援军 当时东汉朝廷新封国丧 本来朝中很多大臣都认为 这次匈奴出东大军有备而来 原来驻守西域的那点兵马 肯定早就完蛋了 现在派遣援军毫无意义 但是司徒鲍玉力排众议 他对刚刚登记的汉章帝说 今使人于危难之地急而弃之 外则纵蛮夷之报 内则伤死难之臣 成令权时候无边事可也 匈奴如复范塞为扣 陛下将何以使将 意思就是说 朝廷派遣官兵驻扎险要之地 如今形势危急就弃他们于不顾了 这种做法对外放纵了匈奴人的残暴 对内伤了忠臣将士的心 如果从今以后这天下太平 再也没有战争 那就算了 可是如果匈奴再次入侵 请问陛下 那时候还有谁会为朝廷效力呢 汉章帝被暴御的这番言辞打动 所以批软了他的奏情 命令敦煌和九泉两军的太守 各自率两千骑兵 出关去救援西域被困的汉军 这时候的西域 当初被班超吓破了胆的善善 仍然忠于汉朝 所以汉军出关之后 善善也派来援军 跟随汉军作战 这只汉朝兵马很快就抵达居师 消灭了驻留居师的匈奴兵马 俘虏三千斩杀四千 消息传到输作前线 忧流禅于也是大吃一惊 这才急忙下令部下撤军回国 但是这个时候 也曾经是英勇抗敌 坚守柳中城的官宠 已经全军覆没了 所以这时候汉军将领们都认为 既然兵马更多的陈墓 去离汉朝本土更近的官宠 都已经全军覆没了 那么以此推理 舒乐城里的耿公 肯定早就覆灭在匈奴人的铁蹄之下了 再加上这耿家 舒直兄弟哥哥盛气凌人 估计人缘也不怎么样 所以几位汉军将领一商量 决定就此颁师 一听这个消息 当时正在军中的 耿公的老部下范昌就急了 他坚持一定要去救耿公 而且他坚信 耿公一定还在舒乐城里 努力坚持着呢 最终在范昌的强烈要求之下 他分到了2000兵马 前去援救耿公 范昌带着这2000援军 顶峰冒雪翻越天山 终于赶到了舒乐城县 这时候耿公和他的部下就只剩下26个人了 得知汉朝派来的援军只有2000人 匈奴人再次出兵 追击撤退回国的汉军 汉军一路抵抗且战且退 等到这支汉军在两个多月之后 重新抵达御门关前的时候 曾经跟随耿公一起坚守金谱 决战舒乐的汉军将士 就只剩下13个人了 这就是历史上13将士归御门的故事 而就在范昌前去救援耿公的时候 汉章帝已经在众多认为 精英西域花费巨大 得不偿失的大臣们的力劝之下 下令撤销西域都护府 召唤西域驻军 放弃了对西域的经营 不过说实话 汉章帝对于东汉历史最大的影响 并不在此 而是在于七年之后 汉章帝同意了他的皇后豆氏 把梁贵人刚刚生下的四皇子刘赵 收为养子 而后立为太子 后来汉章帝去世 当时只有十岁的太子继位 就是汉和帝 而朝政大权 那当然就落到了 已经升为太后的豆太后手里 再后来 为了从豆太后手中夺回权力 汉和帝联合宦官发动政变 消灭了豆太后一族 从此开启了宦官干政的先例 汉和帝之后 东汉又年天子接连登基 皇权自然旁落 因此外戚和宦官轮流掌握朝政 相互斗争激烈 而东汉王朝 也就随着这些惨烈的权力斗争 走上了穷土末路 2017年7月底 一支来自中国和蒙古的联合考古队 经过反复的勘察和辨认 最终确认了 在蒙古杭爱山发现的一处汉文石刻 这正是中国史籍中所记载的封烟山名 按照中国史书上的记载 东汉河地永元元年 也就是公元89年 东汉集合了当时依附于汉朝的南匈奴 还有乌环西枪各部兵马 出东打军 深入沙漠汉海三千多里 重创了当时东汉的头二敌人 北匈奴 北匈奴的缠鱼是仓皇出逃远顿末北 这位刚刚纪为一年的匈奴大蝉鱼 甚至都没来得及在中国的史籍中留下个姓名 就这样消失在了茫茫的大漠戈壁之中了 然后汉军在匈奴腹地的燕燃山 也就是今天蒙古的杭爱山的一处石壁上 刻写名文记录汉军的武功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燕燃乐实的故事 而指挥了这场战争的 就是当时东汉的车骑将军窦县 窦县自薄渡 浮风平领人 属于两汉时代的一个著名的世家大族 浮风窦氏 是汉景帝的舅舅张吴景侯窦少军的后代 窦县的曾爷爷窦戎在两汉交替之际 曾经一度割据河西十多年 后来窦戎率领部下归顺了汉光武帝 成为了东汉王朝的开国远勋 而且窦家非常受光武皇帝的宠信 号称是一公二侯三公主 就是说窦家出了一位公爵 两位侯爵还娶了三位公主 窦县的奶奶是汉光武帝的女儿 内皇公主 窦县他妈是汉光武帝的孙女 比扬公主 照理说这么显赫的家世 那窦县的人生那应该是顺风顺水 一帆风顺 这年还真猜错了 窦县的童年其实挺坎坷的 这事主要还得赖他爷爷窦木 太作了 窦木作为光武皇帝的女婿 东汉开国元勋子弟 那在东汉自然是有爵位有封地的 但是窦木却并不知道知足 他还总爱惦记邻居家的自产 窦木是安丰侯 顾名思义 封地就在安丰 也就是今天安徽的霍秋 霍秋隔壁是陆安 那是陆安侯的封地 这陆安侯跟窦木领地相邻 算是邻居了 于是窦木就想把自己的女儿 嫁给陆安侯 这样以后安丰是自家孙子的 陆安是自家外孙的 多好 不过窦木要想实现他这个愿望 还有个小困难 那就是陆安侯已经有老婆了 于是窦木就打着他岳母 太后殷里华的旗号 让陆安侯离婚 改娶窦木的女儿 从这件事就能看出来 窦木任性乖章的性格 假传太后旨意 这可是牵连全家的死罪 窦木居然想都没想 一拍脑袋就这么干了 当然他当时拍的也可能是大腿 更可悲的是 窦木这种性格还是个家族遗传病 体检查不出来的那种 最后完全遗传给了他的宝贝大孙的窦县 窦县最后也是栽在了这份家族遗传的任性上了 既然窦木抬出了当朝太后 那陆安侯当然只有乖乖听话 陆安侯听话了 窦木也满意了 可这陆安侯的原配老婆 人家不干了 所以陆安侯的原配娘家就进京去告狱状去了 汉明帝看到了陆安侯原配的这份壮旨之后 就赶紧回家去问他妈 这什么情况 结果殷太后别说下旨了 连听都没听说过这件事 这下窦木的娄子算是捅大了 假传太后一旨 这是死罪啊 不过毕竟是自己的妹夫 汉明帝倒是没下死手 他只是下旨 免去了窦木兄弟子侄的官职 把窦家人全都赶出了京城 轰回了他们老家 只有窦县一家 因为是皇室至亲 窦县他爸是汉明帝的外甥 窦县他妈是汉明帝的侄女 所以被特别恩准留在洛阳 可是这窦木回到福丰老家之后 还不老实 他又去贿赂朝廷派来监管他的官吏 结果又被检举 于是窦木还连累了他留在京城的儿子 就是窦县他爹父子一块下了打狱 最后就这么死在了监狱里 从此之后窦家在洛阳的官宦子弟之中 就销声匿界了十好几年 可能有朋友会说窦县家不至于 他妈不是公主吗 窦县他妈确实是汉光五弟的孙女 大汉的公主 可这位公主出身实在是有点尴尬 因为窦县的外祖父不是别人 正是当初被汉明帝取而代之的 光五朝的前太子 东海公王刘强 所以窦县他们家还不如什么都不是 就当个老百姓呢 只能说是问君能有几多仇 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不过这种困境倒是没有一直延续下去 毕竟浮风窦士百年名门不是这么容易倒的 后来汉明帝发兵北伐匈奴 窦容的侄子凤车都尉窦固 在四路打军之中担任了其中一路的主帅 然后这四路汉军三路无功而返 只有窦固建立功业 因为窦固建功边塞扬威异 所以之前被窦县他爷爷给坑惨了的窦家 也跟着沾了光得以复兴 后来明帝驾崩 他的儿子汉张帝继位 窦县的两个妹妹还被选入皇宫 一个做了贵人 另一个更是当上了皇后 窦县作为国舅爷 那身份自然是水涨船高 他先是被征召为皇帝身边的狼官 然后又生人适中 兼领了虎温中郎将 成为了皇帝的亲信重臣 窦县一家可以说是在正日上起死回生 从勋贵外戚之中的边缘人物 一跃成为东汉政治舞台中央最耀眼的名门王族 这段经历就给窦县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 他从这里面总结出了一个经验 那就是不管你犯了什么罪 闯了什么祸 得罪了什么人 只要能打凶奴 立军功 什么麻烦就都能摆平 这份经验后来还真让窦县给用上了 可能是因为坎坷的成长经历造成的长期压抑 再加上家族遗传的这种性格缺陷 窦县一朝得势就开始忘乎所以 肆意妄为 又一次走上了他爷爷当年那条作死的道路 窦县仗着自己的妹妹是当朝皇后 而且还很受皇帝宠爱 所以在朝野内外那是道行逆施胡作非为 当时的朝廷官员洛阳百姓 凡是提起窦县 那都是要不是惹不起你 早就动手打你了 而且跟他爷爷相比 窦县在挑战朝廷法度和皇家尊严的作死之路上 那是右创新高 真不愧是清取之于兰而清于兰 兵水为之而寒于水 当年窦县的爷爷 只是欺负了一个平级的侯爵 就把全家给坑散了 可是如今窦县居然欺负到了 当朝天子的汉章帝的妹妹 沁水长公主头上去了 因为沁水长公主小时候 很受他父皇汉明帝的宠爱 所以沁水长公主结婚的时候 汉明帝征召了上千名工匠 排了数百间工 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给沁水长公主修了间园子 作为他的假装 这间园子就是历史上颇有些名气在身上的沁园 著名的词牌名沁园春 就是由此而来 然后这间沁园就让窦县给看上了 这沁水长公主 其实也是窦县的长辈 按照备份 窦县还得管沁水长公主 叫一声唐仪 但是面对第一段布局景致都这么完美的园林 什么唐仪表仪的 就是亲仪那也没用 这园子爷看上了 归我了 沁水长公主虽是皇上的妹妹 可终究手里没有权力 这窦县是皇帝身边的亲信晋臣 还兼领了虎奔中郎舰 统率进军中的虎奔军 汉代的虎奔军也叫七门军 最开始是汉武帝时候 陪皇上外出打猎的护卫 后来就发展成为了皇帝身边的贴身侍从 读过三国演义的朋友们都知道 汉代的权臣有一个位积仁臣的标志 就是获得九项特权 叫做加九西 也可以叫加九次 这其中之一就是虎奔卫士 所以从理论上来说 凡是皇帝身边有资格带刀侍卫的 这些人都归斗县馆 面对这种实权派 沁水长公主当然不敢得罪 只好按着斗县的意思 把沁援卖给了斗县 然后这件事就让汉章帝知道 汉章帝招来斗县当面痛骂 说你连长公主家的田园都敢抢夺 那你对待平民百姓什么样 可想而知 朝廷罢免你斗县 就像是扔掉一只腐烂发臭的死鸡 死老鼠一样 斗县吓得是连忙跪倒 不停的磕头认罪 当时斗皇后也在场 她也赶紧摘掉身上所有的首饰 跪在一块 一同向皇帝请罪替哥哥求刑 靠着斗皇后的求刑 最后汉章帝并没有公开的处罚斗县 只是让他把沁援 归还给沁水长公主 这件事就算到此结束了 当然斗县的官职虽然保住了 看起来没有受什么惩罚 但是从此以后 汉章帝再召集进城商议军国大事 那可就再也没有斗县的份了 在汉章帝心里 斗县就算是被除名了 没有公开削夺他的官职 那只不过是不想让外人 胡乱去猜测皇帝和皇后的关系 仅此而已 如果说斗县的仕途 真的就到此为止了 那对于斗家和斗县来说 未必不是一个好的结局 可惜也不知道是老天爷开眼 还是不开眼 也可能老天爷那会儿正在揉眼睛 斗县的冷板凳只做了四年 汉章帝张和二年 公元八十八年 在位只有十三年的汉章帝驾崩 然后斗县妹妹斗皇后的杨子 四皇子刘赵继位 这就是汉和帝 汉和帝登基的时候只有九岁 那这大汉王朝的政权 自然就落到了斗县的妹妹 如今的斗太后手中 本来官职就没丢的斗县 立刻就是起死回生 这人的野心啊 总是会随着地位的改变 不断膨胀 永不知足 不过斗县心里明白 自己终究只不过是个臣子 真正带行黄泉的 是妹妹斗太后 所以他就整天派人暗中盯着妹妹 生怕他旁边出现什么 对自己不利的人和事 这一盯还真有发现 汉章帝驾崩 照规矩各地的宗室皇族 还有封疆大吏 那都得进京 调宴先帝 这其中就有汉光武帝大哥 刘衍的曾孙 都乡侯刘畅 这位都乡侯进京之后 不知怎么着 就得了窦太后的赏识 特意传旨 招她进宫续换 太后跟侯爷 孤男寡女 瓜田李下 这多大一包料 一来二去 宫里就传出了风言风语 说是刘畅被太后给看上了 听说这事窦县可就急了 她担心妹妹有了情人 忘了清歌 把自己手里的权力 分给刘畅 窦县的担心 倒不是全无道理 只是她要想预防 这种情况的发生 其实还有很多 更好的处理方式 比如刘畅的宗室身份 就是她的一个大缺陷 根据汉光武帝的规定 只有光武帝高祖父 西汉冲林结侯刘买的后代 在东汉算是宗室 其他的刘家子孙 都只能算是庞系皇族 汉朝虽然没有像后来 明朝那样 明文规定 宗室子弟只能呆在自家府里 白吃朝廷粮食 不许出来做官 但是汉武帝晚年 曾经任命他的亲侄子刘区毛 担任成将 结果刘区毛就卷入了 国舅爷 阿尔师将军李广利的谋逆大案里了 所以从此之后 宗室子弟当官 在汉朝就成了一个禁忌 到了东汉 甚至就连主管皇族事务的九卿之一 宗正 那也都是由远之的庞系皇族来担任 整个东汉王朝 第一个当上高官的宗室子弟 是汉末三国时代的幽州牧刘虞 所以说如果窦县担心刘叉会分自己的权 那他完全可以煽动和利用舆论 这宗室占据中书不合名义 也有碍设计 理应必为让贤 后来南宋的时候 外戚寒托昼 就是这么扳倒宗室赵如虞的 但是在这时候 窦县他爷爷 遗传给他的那点韧性乖张的基因 被唤醒了 于是窦县算是真真正正的 作了一次大死 他选择了一个非常简单粗暴的办法 来解决刘畅的问题 他直接派了个刺客 把刘畅给杀了 所以说人生一世 一定得好好学历史 这史书里那都是前车之鉴 窦县这种 一看就是平时不爱读历史的 刺杀亲贵这是什么罪过 甭管是前朝的梁孝王刘武 为了争夺储位 刺杀朝廷公卿 还是说本朝的寿光猴刘李 为炮丝绸杀了士猴刘公 这哪一次不是通了天的大案 可是如今 斗县还这么干 当然斗县也没有狂妄 或者说弱智到去实命行刺 他也是做了点部署 假装是刘畅的弟弟 惦记哥哥的爵位 所以杀了刘畅 想要继承他的封地 但是这点手脚根本骗不了人 庭卫府稍加调查 很快就查清了事情的真相 然后如实禀告给了斗太后 斗太后听了清哥干的这点浑事 那也是勃然大怒 他立刻把斗县召进宫中 一通丑骂 然后当场下令 把斗县就地监禁在宫里 听候处置 这可把斗县吓坏了 这时候斗县突然灵光乍现 想起当年他们斗家 起死回生的那段往事了 所以斗县就赶紧跟太后说 臣杀了刘畅 确实犯了死罪 但是臣有个办法 可以赎罪 斗太后对于娘家人 一直非常照顾 他心里也不是真的想要清哥的命 所以斗太后就问 那你有什么办法可以赎罪啊 斗县赶紧就说 臣愿意领兵出征匈奴 对于国家这是消除编患 对于咱们斗家这是扬名立万 对于臣自己 那也算是将功绝罪了 斗太后一听 这主意可以 这件事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然后斗太后就以汉河帝的名义下诏 任命斗县为车骑将军 统帅兵马 出征北匈奴 就因为他是临朝太后的清哥 斗县这么一番游说 就把自己从杀人犯 变成了统帅几万人马的大将军了 这还真是垂死并终 精作起 无人之师 立之来啊 然后就有了 奄然乐实的 这一番标柄青史的分工伟绩 斗县的这份战功 当时确实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这份功劳不仅可以抵了刺杀流畅的罪 而且还有富裕 所以还没等斗县得胜还朝 朝廷就派出钦差到武园去迎接斗县 当场进封他为大将军 位列三公之上 封武阳侯十亿两万户 成为了当时东汉朝廷上的第一大权臣 就这样 当初那位遗旨弃使 四一望为 无视朝廷法都的斗县 他又回来了 斗县当上了大将军 就可以开设幕府 自己招募幕僚 他就利用这个权力 网罗亲信 垄断朝政 而且他的两个弟弟 一个担任执金屋 成为了晋军统帅 掌握了精实兵权 另一个出任光禄勋 负责考核各地举荐的秀才和笑脸 算是掌握了朝廷的人事大权 后来朝中有两位尚书仆业 因为得罪了斗县 竟然被逼到自杀 这一消息传出来朝野震惊 朝廷里的大小官员 那从此都是尽弱寒蝉 再也不敢对斗县有丝毫的忤逆 正所谓是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 斗家的家奴们也是趁机出动 在洛阳城中横行霸市 欺难霸女 以至于这斗府的奴仆一上街 全城百姓是赶紧躲避 就跟躲避土匪一样 街上的店铺都赶紧关门歇业 生怕被盯上惨遭截掠 虽然斗家横行霸道到了这个程度 但是洛阳城中的大小官员 谁都不敢说什么 对于斗县的飞扬跋扈 已经日渐长大的汉河帝 心中就非常不满了 而斗县自己却是赏不自知 最终等到斗县再一次打破匈奴 得胜还朝的时候 这一回等待他的 再也不是朝廷的封赏了 而是皇帝冷冰冰的圣旨 命令他交出大将军印信 和他几个弟弟们一起 以侯爵的身份返回封地 等到斗县弟兄们各自回了封地之后 他们就收到了汉河帝赐死的圣旨 曾经显赫一时和皇帝三代联姻的斗家 就这样灰飞烟灭烟消云散了 后来到汉桓帝的时候也出过一位斗太后 但那是斗县武叔的侯大 跟斗县这一阵毫无关系 在《资质通鉴》里 司马光在谈论春秋末期 晋国权臣质婆家破人亡的时候 曾经说过 远比无才无德更可怕的 是有才但是无德 说起这汉朝的昏寻 估计很多朋友都会脱口而出 还灵二地 还灵二地这段组合的出现 那首先就得感谢罗冠忠和诸葛亮 罗冠忠在《三国演义》一开篇 就这样总结了两汉四百年的历史 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 一统天下 后来光武中兴 传之县帝 所以分为三国 推其治乱之游 代事于还灵二地 而诸葛亮在初识表里 亲贤臣远小人 此先汉所以兴隆也 亲小人远贤臣 此后汉所以兴腿也 先帝在时 梅宇晨论此事 未尝不叹息 痛恨于还灵也 这更是俩人成为了对东汉还灵二地 改观定论式的评价 可是在这其中 似乎哪有点不太对 那就是汉还帝的嗜好 还这个嗜好 其实是一个表达褒义的美式 或者叫上式 按照义州书中的解释 辟土浮远约还 克敬秦民约还 武定四方约还 壮以有力约还 等等 总之都是好话 当年名列春秋五霸之首的 齐还公 十号就是还嘛 所以说 没有亲儿子接班 传位给堂侄子 然后还能获得一个美式的汉还帝 真的就只是一位纯昏君吗 这个还得请您如我从头说起 汉还帝名叫刘志 他是东汉第三位皇帝 汉章帝的第六子 和奸孝王刘开的孙子 刘志他爸刘义 据说是一位美男子 所以在有一次入朝觐见的时候 就被当时的奢政太后 和熙皇后邓氏给看上了 所以邓太后特意加恩刘义 让他过继给他的唐书 平原怀王刘胜 承袭王爵 后来等到邓太后去世 汉安帝亲政 邓家倒台 刘义也就跟着受了驰鱼之殃 被削去了王爵 轰回了和奸老家 后来是刘义的父王刘开 心中不忍 赏述朝廷 表示愿意把自己封国下辖的一个县 分给刘义 这样刘义才获得了一个离乌县后的爵位 封地在离乌 也就是今天河北的博野县 经历这么一番打击之后 刘义在离乌是闭门谢客 郁郁寡欢 每两年就中道崩足了 所以刘智小小年纪就继承了他父亲的爵位 一般来说 作为皇上众多的远房亲近中的一位 刘智这个侯爵也就到头了 不过老天爷对于刘智的人生 那显然是另有安排 公元146年 汉制帝本出元年 刚满14岁的离乌侯刘智奉赵入京 因为临朝称智的梁太后 打算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他 按照传说时流传自东汉的笔记小说 杂事秘新里面的记载 梁太后的这个妹妹 可以说得上是一位绝色美儿 长得是木拨成仙 梅斧连卷 诸口好齿 修耳玄鼻 身材是雪族容肤 肤族饰肉 肉族冒骨 长短喝度 就在刘智见过了太后 定下了这门亲事 留在京师洛阳 等着成亲的这段时间里 东汉朝廷上 发生了一件天崩地裂的大事 梁太后的哥哥 也就是刘智的准大舅哥 大将军梁继 把皇上给弄死了 这梁家兄妹 也是世家勋位出身 他们的高祖父梁统 原本是耕史政权的九权太守 后来耕史政权覆灭 梁统就和当时其他的西北地方实力派一起 攻推新满王朝的渡水将军窦戎为盟主 称河西大将军 割据西北 等到了窦戎归顺光武帝的时候 梁统当然也是一起跟随 被光武皇帝封为灵香侯 因为私院坑了福波将军马园的那位驸马爷 灵香侯梁松 就是梁统的长子 后来到了汉张帝的时候 梁统赐死梁松的两个女儿 被选入宫中 成为了张帝的贵人 其中一位还给张帝生下了一位皇子 就是后来的汉和帝 而当时汉张帝的皇后斗氏虽然受宠 却一直没能诞与皇子 所以她就盯上了梁贵人的这个儿子 在斗皇后那位全清一时的大哥斗县的配合下 梁松被诬告谋反 死在了狱中 梁家姐妹在宫里听说之后 也都是很快抑郁而终 然后斗皇后就把不到四岁的汉和帝 收为养子 扶上皇位 一直等到后来斗县倒台自杀之后 两位梁贵人的打劫 这才敢给汉和帝上书名冤 直到这时候 汉和帝才真正弄清楚自己的身世真相 于是他下旨 追侍自己的生母为公怀皇后 外祖父梁耸为包亲闽侯 梁耸的孙子梁商 也就是汉和帝的表哥 被征召入朝 以外戚败为郎中 封城市侯 这位梁商就是梁继梁太后兄妹的父亲 也就是刘智的岳父老台山 汉和帝驾崩之后没有留下子嗣 所以就有职责继位 就是汉安帝 汉安帝的独生儿子 就是梁太后的丈夫 刘智的莲金 汉顺帝 汉顺帝性格温和到懦弱 所以坐视外戚实力趁机壮大 梁商梁继父子两代 都以大将军的身份辅证 执掌朝廷大权 汉顺帝死后传位给独生儿子汉冲帝 这位汉冲帝在东汉幼儿园的小朋友里面 算是一位标志性的任务了 他一岁登基 两岁驾崩 在位 一共148天 冲帝腰拙之后 梁继和梁太后兄妹做主 由汉顺帝的一个七岁的远房堂职继位 这就是汉智帝 汉智帝虽然只有七岁 但是聪明伶俐 个性刚强 所以他对梁继的专权十分不满 以至于有一次在朝会上 汉智帝当着满朝文武的面 指着梁继说 此跋护将军也 这就是梁继跋护将军这个绰号的由来 被汉智帝当面斥责之后 梁继恼羞成怒 派人给汉智帝送去了一盘毒饼 就把汉智帝给堵死了 梁继堵死了汉智帝 虽然出了一口恶气 可是却有了新的麻烦 谁来当新皇上呢 其实早在汉冲帝夭折之后 汉智帝登基之前 太尉李固就曾经建议 由汉冲帝的同族兄长 也就是汉智帝的堂哥 清河王刘算几位 理由是当今立地 一则年长 高明 有德 认亲正事者 很显然 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 梁继是断然不会接受刘算的 可是如今汉智帝死后 李固再一次推举清河王 而且这次他还一块拉上了 司徒胡广 司公赵介 还有大司农杜桥 三公九卿一块进宪 要求立清河王为帝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刘智的贵人出现了 中常是曹腾 曹腾最初是梁太后的丈夫 汉顺帝当太子的时候 伺候在身边的一个小王王 当时就很多汉顺帝的宠心 算得上是顺帝的东宫 亲心旧城了 所以后来也就一直被梁太后信任 曹腾知道李固再次推举清河王 这不和打将军梁济的心意 再加上他本来就跟清河王有点矛盾 所以他就去拜见梁济 曹腾就对梁济说 清河王年长 为人严明 如果由他继位 将军宁可就要倒霉了 梁济就说 我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不让清河王继位 应该拥戴谁呢 然后曹腾就说 孝张皇帝曾孙黎武侯 如今正在惊世 又是将军殷亲 只有雍立黎武侯 将军一家才能长保富贵 梁济听完之后 觉得很有道理 于是决定再给皇上 当一回打九哥 就这样 黎武侯刘志 就在梁济等人的拥戴下 登基继位 这就是汉桓帝 桓帝继位之后 知道曹腾的举荐之功 也是投桃报礼 加封曹腾为沸亭侯 晋升为大长丘 也就是皇后宫中的总管 是后宫中炙手可热的职位 曹腾被封为侯爵 那就需要将来有人继承他这个职位 可曹腾作为太监 这事儿确实没法亲力亲为 他唯一能干的 就只有亲自收个养子 他这位养子后来生了个儿子 就是魏武帝曹操曹孟德 汉桓帝登基之后 深知自己这位大酒哥 那可不是擅长 两汉四百年 全臣费力皇帝的事儿 其实并不少见 但是像两济这样 直接就把皇上给弄死的 在他之前 只有西汉拥戴汉文帝的那帮开国功臣 而且当时陈平周伯 夏侯英他们 也是谎称西汉后少帝刘洪 不是刘家子孙 这才敢下的手 至于在他之后 也只有董卓那么一位 即便是王莽篡汉 自己当上了皇帝 那也只不过是把儒子英软禁起来 好吃好喝好伺候着 所以说就凭毒死汉制帝这一件事儿 就足以证明良气的狂妄和狠毒 所以汉环帝登基之后 丝毫不敢忤逆良气 反而是慷慨大方的下旨 仍然恭请梁太后临朝听证 同时还增加了梁记的封地 而且把梁记的弟弟儿子 全都封为了侯军 然后汉环帝就这样 乖乖的在梁氏兄妹的阴影下 姻缘了四年 四年之后梁太后病故 梁太后去世之前 自觉时日无多 下诏还证给汉环帝 这就给了汉环帝收回大权的大义名分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汉环帝一不小心冒进了一下 梁太后病故后的第二年 汉环帝原家元年 公元151年 在这一年农历正月初一大潮的时候 大将军梁记一如既往 大大咧咧的带着配剑就想进大殿 结果负责主持典礼的尚书张灵 拦住了梁记 大声喝止他配剑上殿 这是谋拟大罪 而且历生命令 站岗的虎温卫士和雨林卫士 上前夺下梁记的配剑 然后张灵转身进殿 向汉环帝弹劾梁记 汉环帝当场表示 大将军梁起失礼 伐奉一年 汉环帝原本以为 以梁记这十几年 道行逆施 滥杀无辜 肯定早就是天怒人怨了 如今自己下旨责罚梁记 那肯定应该是强倒众人推啊 结果万没想到 此事过后 一封弹劾梁记的奏转都没有 汉环帝立刻就明白了 坏了 自己草率了 形势没估计对 堂堂大汉天子 当然能屈能伸 所以汉环帝当即立断 立刻微服出宫 亲自缺了梁记的儿子 河南以梁印的抚养 于公 环帝是梁印的陛下 于司 环帝是梁印的姑父 所以不管怎么算 汉环帝 这都是哲截下揪 屈尊下从了 俩人一番密谈 算是接过了梁子 汉环帝和梁记 算是就此翻篇 一切照旧 为了安抚梁记 汉环帝还特意下诏 允许梁记 入朝不屈 剑旅商店 赞败不明 礼仪比萧和 昔以定逃 阳城与户 增锋为四县 比邓宇 赏赏金钱 奴婢 彩帽 车马 衣服 甲地 比霍光 已输远勋 简单来说 就是授予了梁记 理智上的特权 增加了他的封地 还给了他很多 丰厚的赏赐 这一系列的待遇 参照的对象 是西汉开国第一功臣 萧和 东汉开国第一功臣 邓宇 还有就是另一位 拥立过两位皇帝的 大将军火光 照理说 这份待遇 已经是顶了天了 再高 那可真就是亡莽了 可是史书上 对于梁记 得到这份封赏之后的记载 却是 尤以礼薄 亦不悦 经过这么一番波折 汉桓帝也是认认真真的 总结了一下经验教训 光指着朝权们的正义感 这也太不靠谱了 眼下梁记掌握着外朝 而梁记的妹妹梁皇后 控制着内庭 无论哪边 桓帝都没有办法 摆脱梁家人 自己说了算 所以汉桓帝只好 再忍忍吧 就这样 又过了八年 到了汉桓帝 延西二年 公元159年 梁皇后去世 没有留下任何子嗣 汉桓帝和梁记的最终决战 即将打响 这正是 今武器已故 与比不亲 跋扈之将军 岂能不出 不过率先吹响战斗号奖的 却是梁记 这是怎么回事呢 梁太后和梁皇后相继去世 梁记也知道自己在后宫没了代理人了 这时候他就想到了一个人 汉桓帝的宠妃邓贵人 这位邓贵人也是薰贵子弟 是我们刚刚提到过的名列云台二十八将之首的高密元侯邓宇的后代 不过更重要的是邓贵人的继父是梁记妻子的舅舅 而且当初正是梁记推举邓贵人进宫的 所以这时候梁记也是有点异想天开 他就想收邓贵人当干女儿 恰好梁记老婆的舅舅 也就是邓贵人的继父也是姓梁 所以当时邓贵人其实用的是梁姓 一笔写不出两个梁字嘛 但是梁记想的挺美 可邓贵人他妈还有他姐夫都不愿意 于是梁记决定派出刺客 把这两位移到嘴腾 但是没想到邓贵人的姐夫被杀了 可刺客去刺杀邓贵人他妈的时候 被人发现了 然后邓贵人他妈是赶紧冲出家门 爬上马车一路飞奔就冲进了皇宫 当面向汉桓帝求救 汉桓帝听了之后 当然是勃然大怒 不过这时候的汉桓帝 已经比八年前更加沉稳老练了 于是汉桓帝站起身 对身边的小黄门唐衡说 朕要如厕 你进来伺候 等进了厕所之后 汉桓帝就问唐衡 朕的亲近侍从之中 有谁跟梁家关系不好啊 唐衡就回答说 中常师善超 徐黄 黄门令巨爱 小黄门左贯 于是汉桓帝就让唐衡 把这几人赶紧招揽 然后汉桓帝就在厕所里 对着这五位太监说 大将军在朝廷专权 挟迫朕和群权 朕现在决定诛杀他 你们帮着朕一块 谋划谋划 然后汉桓帝亲口咬破了 善超的胳膊 主奴六人 煞血为盟 再说梁济那边 得知刺杀邓贵人母亲失手 也是自知不妙 不过汉桓帝这13年的隐忍 实在是太成功了 梁济一时之间 还觉得事情应该还有转环的余地 所以他只是派了个亲信皇门 让他进宫去探探风声 这人刚一进宫就立刻被捕 然后汉桓帝下诏 召集上书进城 宣布梁济擅自遣人入宫 扑谋不拐 然后他就命令皇门令巨爱 和私立校尉张彪一起 率领一千禁军 包围大将军府邸 公路区袁须 迟劫去收缴大将军印信 改封梁济为鼻井都相侯 这鼻井都相侯的封地 也在日南郡是当时汉朝 最南边的一个郡 这地方现在已经属于越南了 眼见执掌朝廷机要的上书令 负责监察京师的私立校尉 还有统帅进军的光禄勋 都是皇上的人了 梁济自知翻盘无望 在交出了大将军印信之后 就跟老婆一块自杀了 然后梁济和他老婆的族人 全部被捕 无论男女老幼一律出展 朝廷中受到牵连被杀的官员 光是两千旦以上的高官就有数十人 朝廷中因为阿府梁济而被免去官职 贬为庶民的多达三百多人 东汉朝廷位置一空 梁济的妹妹梁皇后 也被耻夺了皇后尊号 她的墓地仪灵也被贬称为贵人中 而那五位跟着汉桓帝在厕所里 谋划诛杀梁济的太监 全都被封为十亿万户的县侯 并称为武侯 梁济倒台之后 汉桓帝又继续执政了八年 一直到公元一八九年初 三十六岁的汉桓帝驾崩 没有留下子嗣 然后汉桓帝的唐侄子 亵渎亭侯继位 这就是东汉历史上最后一位掌握十权的皇帝 亲自驾驢车而来的卖官愚绝制度的奠基人 动物链亲密行为的忠实观众 久后罗勇的实践者 cosplay的祖师爷 汉末军阀的初代天使投资人 西元八孝卫永远的主公 太监爹妈最忠诚的儿子 汉灵帝刘洪 这位大爷在东汉皇位上的二十一年 那才真是最纯粹的荒淫无度 胡作非为呢 等到了汉灵帝死后 大汉王朝也就在农民起义和军阀割据的战火硝烟之中 土蒙瓦解了 说到汉桓帝最后真正亲政的这八年 在此期间汉桓帝两亿皇后 有效的遏制住了外戚势力的膨胀 同时他贬出武侯 也没有让宦官一手遮天 只是在此之后 汉桓帝并没能亲自用皇权来填补外戚和宦官留下的权力真空 毕竟他老人家这时候还得忙着应付后宫里那五六千个美儿呢 但是权力的版独之中是不可能存在真空的 然而当官僚阶层的士大夫们把他们的手伸过来的时候 汉桓帝又以过于简单粗暴的方式进行了他的反击 于是就有了备受后人指责的党固之后 其实国家大事皆自我出是很多帝王心中都有的一颗野心 只不过有的人成功了 有的人失败了 汉桓帝驾崩52年之后 他的一个唐侄孙摘下了自己头上的皇冠 递了出去 而伸手来接的人正是为了汉桓帝的登基 立下了定侧之功的费庭侯曹腾的赠孙 从此之后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个统一了华夏九州的大汉王朝 但是汉朝的国号 却成为了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的人们共同的称号 成为了这个文明的名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